好 红蝶河出身 这个地方的话 独动拐角是有一个人的 直接进了中场 是皮皮虾 皮皮虾的祭司 对 中场还有一个 库草的前锋 看得也不想抓了 这里的话直接 追下一个脚印 这边 甲门这边应该是 445的手末啊 那这边应该还是要冲 皮皮虾这边开刀了 对 已经看到了 直接先补一个祭生 对的 这边想偷库草 还好库草反应很快啊 没有给到机会 对 因为他也是防了一手 万一也不知道 哎 这个洞好像有一点短 是 两个板子直接拍 然后应该是 哎 直接咬到了 对 看一下圆生的位置 圆生已经马上就要到了 是的 直接交洞 跟钻 然后在前面的话 这个板子应该是能进的 因为是库草这边提前帮下板 这得可以考虑帮忙啊 因为他提升性度还比较远 直接撞了圆生 那这条狗是有机会卡掉的 没错 这个的话应该是能卡掉了 看一下 寄生掉回来 其实这步的话 枯草的撞还是比较关键的 是 哇 这话提前复制 真的挺好 对的 直接把穷群挪到你的洞旁边 没错 那这的话 PP3应该是直接带到独洞了 然后在独洞这边 直接自己跟你玩不出来了 对 看一下独洞这边 有没有地下室 是的 没地下室的话 大概率是出不来的 对 就有地下室呢 我觉得最好吃一刀 我先跑了 赶紧出来 没有地下室 那PP3大概 那很舒服 对 大概率是要倒在这里的 是 那这样杨某人前期的追击节奏 其实非常不舒服了 对 其实这边两边一包 但是PP3因为这边是独洞啊 可以上二楼 所以说你包不住 是的 如果你想包的话 直接冲寄生 对 翻下去 应送寄生 对 我送完寄生的话 因为它的本体狗已经交过了 是的 所以威射力也没这么大 没错 这样密码机的话 到目前来说 两分钟已经冲到三台去了 直接引爆 恐惧震射 密码机的话是三台 是 这个牵制时间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很可以接受 对 而且还有个什么关键点 不干扰遗产呀 是 就倒在独洞 对 这地方你也不可能去 强行往中场挂 更亏节奏 对 他们这把的话 其实就是缺的 中场哭草的那一台 嗯 那一会慢慢磨就好了 是的 因为另外两名求生者 已经是接上了第四跟第五台 没错 这一方哭草应该是一个加速球 直接是先 拦到半路 对 选择直接交狗 放狗篮给压力 直接拉球 哇 这是直接一头撞到了狗上面 还想跟它卡 是 但这 哎 直接恐惧震射 这 这 这是牙母人在骗刀 这对 但是哭草刚好是直接拉了 是 就 这个呢 就是 我感觉又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你首先 骗骗的很漂亮 对吧 但是其实这个淘汰进度条 是有一点博弈空间的 是 对 哎呦 这个是真没想到呀 而且哭草的话 它身上因为挂了一条狗 是 所以压力就更大了 没错 那这个恐惧震射还给女巫起了一波双挂的节奏 天哪 那边还得派人去救前锋 对 双挂是直接逼就这边还在骗 还在骗 还骗 还骗 445这边有点小压力 哇 这是什么情况 两个恐惧震射 啊 这也是可以的吗 这 这 这 杀死比赛了呀 这 这 这直接这一把就 而且 而且445的守木人是自己出土的 对呀 他有救人加速 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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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波手以前锋守木全给救人的震射震 怎么打呀 是的 还杨某人的话也是用了一个套路 对 你看就前面其实密码机真的是遛够了 你看这一会儿如果但凡一波正常救材密码密码机 其实二救下来就密码就压好了就 是 天哪 那这样的话就算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误了 对 他前面配合一直都很好 对 就前面就是首先就是前锋中场的一波上 然后完美的就是直接帮助皮皮沙这边祭祀转到了独洞这边 其实非常非常完美了已经是 对 然后再裹断切底牌切了个闪现 这 梦之女巫的两波手椅全部给震射 这种情况真的是你没法去计划的呀 没法去计算这个的 盘都没法盘 没法盘 真的盘不了 盘不了呀这个东西 没法真完全没法盘 对 而且你看这个阵容还是有一个争私跑的阵容 是的 天哪 这 那这现在其实应该就是一个稳私抓的局了 对 没说法了 看一下有没有一个馋的说法吧 对对对这个 但是如果杨某人硬要跟你拖的话你也没办法私跑 对杨某人其实他自己只要思路清晰一点的话 这把其实是没有翻的面的 对你在椅子面前 然后那边倒地的人面前都放一个信徒 然后妈妈再出去找就好了 对哇你就这把梦之女巫你 你要是把画面一盖我光听声音我以为是邦邦的局 你知道吧 这这没法去想这种情况了 有点太狠了 太狠了太离谱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给我的视觉冲击有点大 对 就 就中午刚吃完饭你知道吧 然后这会儿呢就是有点就是 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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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消化这个事情 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的脑子跟我的味都在消化 对对对对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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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一个局吧 只能说 其实真的第一波 我觉得皮皮虾的祭司那个牵制你看他本身是一个化险为一搏命的一个祭司啊 其实那一波牵制已经非常完美了 是的包括说前面其实前锋去补的那波撞非常的关键 是的 就你看就包括前锋中场这一波撞其实一定是提前安排好的 是对 所以说打打的套路是非常规整 但是你这手以救人的给到了两波震慑 你这么说吧 前锋的第一波你可以说是杨某人他的一个假动作骗加上狗的一个压力 对吧我嗅到了 但是第二波守木人这边自己主动出土之后再堵到一个震慑 你就不能说这东西一个小概率的事情了 看一下这星图有闪的话直接交闪他手边也走不了 对的 已经提前在这中场把身外已经卡好了已经 对 那这样的话是杨某人直接是完成了一个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还对着镜头来了一波KissKiss 对看到 好是假门出身先看一下刷点中场是回忆 对 那往前面独洞的话是魅克 是 好像看到了 对是回忆的邮差 最舒服的一个撞脸了 直接上一层次 上次还是上的比较快的 对 然后这的话直接转独洞 独洞这边看一下魅克的祭司的洞已经来了 他的话也是吃了狗 所以这里可能要考虑切轮了 是的 上下洞也拿好了 对这个地方你是蹭不上去的 先处理一下横向的洞 是 但是你还是得去处理那个上下洞 对你要是不处理的话上面就开始给你刺拔起来了 对 甚至他现在可以考虑一手追祭司了 是 因为祭司他洞已经交过 而且身上是挂着一根刺的 对 而且这一会儿呢 其实如果说能把祭司处理在独洞的话 还有个地下室 对 就趁他这个洞还没好的时候 看能不能赶紧的来一下 是的 这一把的话 仙无梦也是带了兴奋 对那这里的话 他第三个洞已经蓄出来了 是的 哎呦 这个 哎钻过去了 看一下前面的夹子 直接封板夹 对直接封住了板 哎呦这个是堵到了一个臭刀了 然后小铁这边第一时间过来 那先温温看一下这边要不要就是稍微做戏做拳套一点 先滚一下吧先滚一下 这样的话如果说能快速的滚到小铁两成次的话 你这一波如果真撞过来就直接续节奏 对 这一把的话滚到一层 那小铁这边应该也是不考虑了 对看了也不来了 那我就封的夹在挂 是 那这一波的话是可以考虑要挂地下室嘛 看一下小铁这边敢不敢来一个壮酒啊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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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刀 对 兴奋已经交过了这不还有没有机会再补一下呢 哇在先温温这边也是反应过来了 知道你可能会在铁区 对 再补上一刀 那这样的话妹克已经拉远了 上二楼 直接底牌切成了插岩 因为他知道这两波一撞之后 其实小铁这边前锋应该也是没什么球了 对 直接起一波换挂的节奏 挂回独洞 但是如果这波其实你要起换挂节奏的话 那边祭司又怎么办呢 我觉得祭司都可以开大洞走了现在 对 因为这个时间点你要去换挂一个牵得那么远的前锋 祭司是足够时间可以开大洞走的 没错看一下小铁先温温这边是选择还是先守 但是妹克这边好像想回来向辅助一下 选择先点密码机 妹克的话就选择开好大洞 所以他觉得这里安全 对 暂时安全 所以直接去修 你过来我就去走大洞 是的 那小铁这边因为手里道具不多了 应该是牵制不动了 直接冲出去 是 这边横刺然后等一个细缺的CD 然后直接带走 对 那这款密码机的话已经冲着三台半去了 其实这个节奏的话已经挺难 进行一个四抓了 而且现在剩下的密码机 祭司那边有大洞 你会留拆在二楼 你不好管 没错 看一下吧 看一下中后期有没有一个 去打一个来不及调状态 然后看能不能抓到一波机会了 对 我觉得他可以考虑一下 能不能把祭司逼走 是吧 你把祭司逼走 那独动这台就相当于是没人修的遗产 对 密码机暂时就给你先空出来了 大洞先处理掉 直接处理魅克吗 那另外一边直接偷人了呀回忆 对 直接偷 是 因为魅克他的话是不想走那个大洞 是 万一你管一会儿不管我的呢 对 如果他这时候走了大洞的话 他肯定是轻动 然后就回去手里了 对 就是他其实 对于仙妖梦来说 巴不得你就走到大洞 把你乱走算了 对 所以魅克他这边 是不想走这个大洞 是 然后另外一方面吧 心安悟梦他也知道 如果说死守的话 其实这一把就不太有一个四抓的面 所以说他也是提前去打一个 相当于是换节奏的一个碰场的 对 他现在的话其实还比较难碰 对 那小铁你是比较难找到的 没错 另外一边回忆满状态邮差 就顶着这个通缉在你面前捕毒洞 然后让大龙过来 大龙过来 然后小铁已经偷摸摸摸摸到二楼去密码机了 不够 不够 差一点 大龙 这把的节奏其实不足以让心安悟梦四抓 对 我就头铁修 是 这一把的话能看得出 我感觉 微博他这把求人者的思路就是我尽量去走一刻 对 对 无论如何要把机先修完 是的 我就算当面起一台机 我也要把这个机修完 对 我甚至感觉大龙这一波后来的木铁就告诉你 你就给我来守这波椅对吧 这外面密码机你别去管 这样的话吃刀密码机经压好 两个人分开走 对然后去卡一下木铁的长窗 找到比较安全的位置 给刀直接亮了 先欧梦这一把开门站 看有没有一个真撕抓的面 其实很难 首先木铁这个人你管不住对吧 你要是木铁这边一走 他就去偷木铁门 另外一边其实 小铁这边可以让你去追 但是我就往这个学校门倒就可以了 是的 那现在的话有差可以去考虑点 是 小铁最后一点球拉完 板子直接拍一点机会都不给 甚至 红蝶和木铁拐角处那边是有地窖的 但是这边木地门在 去管门 对刚开始点 这话直接很自私给你滚到了 对你不要再蹲了 变成人形态一个交互狗 现在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去秒掉这个回忆 是的 夹到了 夹到了 再走这个人应该是考虑 差个眼线不挂张 再去管一下门吧 但这个时间段 其实他们已经把那边的门点开了 对 那边脚门的门 其实已经点开了 是 这样的话应该是拦不住了 直接出门 新亚牧牧这边看到门已经开了 回去挂一下回忆 那这一把应该就是一个平局 这把看下来两边都挺细节的 对 而且新亚牧牧他真的很想争这四 但如果不给太大机会的话 你还真没办法 是的 一开始他开局就是追邮差 对 那邮差直接去独洞 那边上下洞都打完了 是 他只要一个上下洞给到之后就是 你要不就是被迫去处理这个洞 你要变回人形态 对 那这样的话一个追击节奏就会慢下来 对吧 你不可能说轮形态 直接去把这个上下洞给处理掉 好 这是 这个刷点的话 其实有两个去处 他是可以去沙包这里边 也可以去小树林的 他是这次是选择了先去小木方向 看一下木屋的话是小铁 然后小树林是大龙 杂技 还要找吗 中场这边又看到回忆了 看到回忆的病患了 但是回忆的话 因为现在拉开一个太远的身距了 直接往大防冲 我觉得不太好追了 对 所以说先往这边 看到了魅克的脚印 有头知道这边应该就是魅克的小女孩了 对 看一下他后面找大龙的话 大龙那边杂技带着小女孩走去是吗 这不是特别好感觉 是 不是特别舒服 对的 先封一个五秒雷 逼他转出去 这个五秒雷封了之后 魅克他绕了一个非常远的距离 是的 这话一个树也不能推一步 连到了 但是连到了 我觉得这里的话还要吃这下来 是啊 没吃到 而且那边小铁不来了 小铁不来了 想直接秒 那这样的话直接套头走了 对 直接走 这个人现在就不好终结了 直接回头想杀大龙 抓大龙的话 因为刚刚大门废墟 其实他都没有酒呆 所以板子都还在 是 火球一封 直接从另外一边绕了 感觉比较难终结 这个闪开 闪开 应送平A再转走 这个人还是不太好终结 好处就是因为他换了一波嘛 对 所以密码机现在是只有一个人在修的 是 相对来说慢一点啊 然后外围这边 魅克选择了先去调一波状态 那大龙这边手里还是有球的 这边土球封波路啊 这个封得好死啊 但是这边有点被绕到了 但是板子一拍 还行还是拿不到刀 对 这里的话就是被闪开了之后 一直去不到节奏 是 而且这一把鲜欧木 它本身它是一个底牌挽留 是个慢踩板 所以说这边板子一拍之后 拉开身外还是挺大的 前面还有球 哇 这是踩了白球头铁翻吗 这是 对 现在的话 鸡子进度已经是开始慢慢跟回去了 是 而且大龙它始终是保持的一个很开的身位 对 所以西奥梦它的雷也不是很多 是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合理的一个用具 这里的话是觉得差不多了 也没球了 那我往角落去 再能多拖你一点就挂人时间 秦皇绕住 秦皇绕住 对 遥控雷 直接倒角落也不干扰 那这一会儿你看邦邦就做老局 对 好不容易这会儿击倒了 外面状态也调回来了 密码机的进度也跟上了 基本上是四个大半台了 远程先封一下 已经看到了小铁的脚印 看到了 而且是因为小铁正好吃了通鸡了 然后另外一边小铁应该 但是小铁这边应该是不要远程吃雷的 看他好感 是直接从这个雷上走过去 对 他数了两秒 没炸 那就是五秒 那就是五秒 但这边一个遥控雷摇到一下 这个雷呢可能会是伏笔 但是这会儿从节奏上来说 其实魏伯这边压力也不是特别大 是的 三个人磨一台鸡嘛 而且他们留了一台在沙包的里面 是 这傭兵反正刚才那一波 其实套头因为直接是换节奏了嘛 所以说手里道具也没有浪费 这一波这个人肯定是卖了 卖了之后中场的也被他们抢开了 是的 西安物梦这一把怎么续这个节奏啊 他手里还是有一个底牌的 这波的话其实已经干扰到了密码机了 脸上是一个通机的傭兵 那边四合运也是在他的雷的范围里面 对 但是他帮帮这一波呢 就是我密码机站住不解决问题 对吧 我还是得有一个追击节奏 想强拿小铁节奏嘛 不太合适啊 先逼一下道具了 遥控雷这边也没有摇到 对 然后躲完遥控之后 小铁直接拉了个户外走 对 这边西安物梦先看一下密码机 有没有抖 回去找回忆 对 这里爆点很及时 我们一提前800里已经冲了 微博他们今天这个爆点的一个提前量 好快啊 对 拉太开了 他们知道邦邦怎么打 是 我直接给你拉距离 你没法打 是 我回忆刚才这个钩子 有点那种平地钩的感觉 对 贴地飞行啊 一点机会都不给 只要我钩子这个拉的角度够低 我就是佣兵 是吧 对 然后远端那坛你也管不了 对 小女孩那坛也是没法管的 像乌梦这边 他如果是现在去打一个针队的话 开门战也只是个平 但对他来说平还不太够啊 是 也拉护腕跑 对 那小铁最后一个护腕肯定是不交的 留一个开门战吧 对 因为是中场的地窖 走的概率也大 是的 最后台密码接很快了 已经70 好 最后一个护腕也交了 看一下 他们当时有没有看一下中场 这边是想躲 但是没有躲掉 板子先拍掉 中场那边看一下箱子有没有翻过 没有翻过啊 那这边的话小铁是想拉到大房 是 可以考虑找个机会开 那这样的话 直接开箱 共是带了挽留的 对 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机会 快速处理掉小铁的佣兵之后 手里还有个底牌的说法 那大房的话 因为一直没人去过 所以板子都还在比较难处理 直接闪现了 直接闪现进来 即倒 但是这一块两边门已经都在点了 很快啊 那这个闪现一交就是 没说法了 这个人你现在往哪挂都一样 其实 对 这个挽留邦邦 队友信息一爆肯定是不救的 那就两边都没什么说法 对 两边门都点了吧 都点开了 标道具出门 是的 这把 我觉得求人者真就不给机会 你知道吧 真就不给机会 对 只要我不救人 对 我就不会再救人被你 哎呦 这个刷点其实就不舒服了 大房方向去两个人 中场一个 看一下445在中场 对 那杨某人这边很稳啊 这个铲子不急着 出对吧 先看一下能不能撞连点 先看到人之后再考虑出不出这个差 直接选择先把四合院包了 这边应该是看到牛仔了 直接交边甩到大门废墟去 对 而且你看他这把天赋很针对 他特地带了拒钱去防止 防445的牛仔 因为你可能面对牛仔的时候 经常得是说 牵三步放一步 对 对 直接一包包到一下 包到一波 对 但这个还不够 因为你这个湿器呢 马上你后波 等要贴过去 下一波叉子的这个CG好了 就掉了 对 就开始掉了 这里的话他这样包其实 这里的话好像是包到一个闭合的双圈 但是他的话想直接拉走 对 他刚刚是补了一波三尺的湿器 直接包到一下 漂亮 杨某人这一波 但是直接一个牛仔勾翻头 对 但这里的话来到这个点 其实他可以考虑交闪了 对 两绳闪 但他这边还是省了一个比较稳 先包一波 包一波 逼出去 又包到了 对 但手里面 65的湿器 对 但闪现已经好了呀 这的话其实很难了 看一下445这边还有没有一波 再交鞭子勾一波的机会 想往大方转 但是这边后面转不进去了 直接这边圈一收 直接拿刀 是 直接拿刀吧 那闪现就没有交出来 对 这里有没有地下室啊 如果有的话那就糊了呀 对 地下室就喜飞了 那这个动作应该是没有了 是的 地下室的话是在想摸 是 杨某人刚才在最后出刀之前 他也是稍微侧身防了一下 防止就是说你445一个熟练牛仔 我要是直接是回身贴脸一个秒钩 对吧 直接一个卡一个无敌翻跟头 看来这里应该是已经透到了18的位置 是的 然后后半过来救 是 这话直接是出刀必救了 因为节奏相对来说起得比较快一点 对 两台半的时候 是 这445呢是不太好转到 不过这里的话 收叉 他因为还有个闪 对 身位不够 这一波呢 其实手里就只能说双方都不亏 但是因为前面倒的这个节奏还是比较快啊 这一把如果成都GG球人者 需要争一个多跑前还是比较难的 是 因为这个牛仔你其实很难保 对 你能保的人已经在椅子上 对 而且你看他这个阵容选出来啊 因为你唯一能保人的牛仔在我手里 你剩下外面不管是杂志小女孩 你是盘不获这个牛仔的 所以说这一把对于老杨来说 怎么打他都是个平局 起步 对 对 看一下 现在好像是说想让哭槽过来 是 而且你看杨母人因为其实第一波追击 包括后面一波手里 他都没有把这个闪现用出来 所以说你后面其实很难有一个二六保人的空间 对 然后再包一个很大很大的圈 是的 这一波直接如果收到了 别收插收到了 那这一波手也 这波就有压力 压力山大 好吧 手里只有闪的你敢吗 有闪现你敢吗 直接打了一刀 那这波的话可还要爆一下哭槽 那还是会爆 那这话要死扛 直接一冲冲到四四五 直接冲到了 这一波还能续一波节奏 那这一把的话不好说了 因为其实这会儿 十八的佣兵是个残的状态 对吧 你知道这会儿要换小女孩过来 小女孩手里又是没有化险为宜的 这一把甚至咬羊是有多抓的面的 是 另外一边还好 直接想去摸 直接看一下 皮皮下小女孩直接过去会合 要去摸人了 对 要不然直接冲刺过去 这边应该是能找到的 刚才是特地回头看了 这边直接看下 直接摸起来了 虽然说摸起来了 这边是细节躲了一个树叶 但你两个人都在脸上呀 对 那余女这边如果我包湿气的话 我不管你是不是套头陪跑的 对 我直接是一起包 对 我一起包 你来 有几个包几个好吧 甚至先来一下皮皮虾 这边想去收一个小圈 没有收到先给刀了 对 先给刀一刀 那这样的话 密码机转走了 密码机差不多了 能压好 能压好 那这样的话 这边至少是一个平局有的 看下来直接去追皮皮虾 是 那现在全都机器这边得思路清楚 首先这种情况下 不太能去争一个多跑情况下 先确定先保平 哎 不好说中场是地窖 这一会儿其实地窖露脸的时间比较早 其实作为一个小女孩来说不太爱 这边甚至说是把自己 想要过来 这边想要过来 让佣鸣过来 先把小女孩拿倒 想直接接走来不及 对 到现在的话 其实点门的人是一个杂技 对 还有一个小女孩 有点慢 那杨某人这边看到佣鸣过来 知道另外一个杂技 一定是在点门 甚至要出去摊一下的感觉 我觉得可以摊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这个进度应该是 我觉得也摊不到了 他没法摊 他要游过去 对对对 火箭头锤直接冲过去 那这边门正好直接开 应该是个平局 那这样的话 双方在这个回合打击这个平局 至少有第三回合 对 那我觉得 先拖到第三回合的话 就要看成都机器这边 能不能去颁比分了 对 他 好 我们这边看到了 这个好像是第三回合 专属的一个酷炫3D图 看一下 这个图我能认 他是大船上的 这个我刷铁 我终于看懂了 刷大船上面 那这样的话 海边两艇两个人 对吧 对 他这边是已经到了中场附近了 然后 那是大龙的杂技 对 就追他了吧 就追他了吧 这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没办法挑了 对不能挑了 那边小女孩传走了 对你外面蜂拥 是这个再去换节奏 风险太大了 大龙这边应该是要 往大船方向去拉 推了一下 推了一下 但是无伤大牙 这一把的话 西安欧梦还带了拘禁狂 他好想快点起节奏 直接先拿到一刀 拿到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对 但是他拿完刀之后 直接转大船了 可能就没那么好放夹了 大船这个地方 杂志能玩的空间太大了 对 虽然说 虽然说傻小地形比较大 马国这边想做一波反绕 这边已经看到 这个拍白球的位子了 对 而且这波反绕的话 其实身距拉近了不少 对 但前面他还是有一个跳球的说法 直接交球跳过去 闪现 那直接打倒了 那你还真别说 这个节奏起得很快 是的 那这个节奏对于西安欧梦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 是的 然后再挂到大船 而且这个点有个什么好处 就是我只要站在这个 二楼这个入口之后 你不管是谁过来 他都会提前去预判你的位子了 对 而且他视野很开阔 很舒服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手椅太舒服了 对 一个粉上头过来看到小铁的前方 是在大门这边 而且小铁这一把的话 因为知道他带的是个双塔 直接自己跳下来了 直接出去了 对 你看密码机都在抖 那我直接出去管小铁 是的 小铁这一波他一定是不会过来的 看一下另外一边回忆的佣兵要不要过来 太远了 太远 而且西安欧梦他出去拦那个方向 是回忆过来的方向 这个人要卖吗 他先防一手 对 看你卖不卖 因为他们是在木屋 然后跟角落修的 如果你要回去救人的话 你要去大船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 没错 西安欧梦他就是打一个我出来 然后你来不及去救人的这个时间差 是的 刚才他也是非常细节 一个坟场是往小房投了一下 看了一下 有没有人出来 但是他当时好像正好 妹客那边视野被卡住了 看不到 对然后再回来去管小铁 那现在可以直接起小铁的节奏了 对 我觉得是可以追小铁了 是 但是一个满球 这的话我觉得至少要牵制出一个 三台半以上的节奏吧 嗯 还没夹到 还夹到一下 这样的话还差一刀二阶 手里还有一组雕像尝试一下 可以交球了这里 是 是交互的时候给到一个交互夹 这边应该是要被迫逼球了 我反而觉得这里的话其实可以交球 因为他雕像已经放了很多组了 是 所以手上雕像一定是不多的 然后你拉球去拉一个比较远的身位 转个点吧 对然后另一方面因为这边二阶也没有起 他知道大概就是再差个一刀一夹这样子的 所以说也不要尽量给他 快很快看出二阶嘛 对 然后现在再去逼一下回忆 那点位的话其实你的护腕还是得交 得交了得交了 这的话是贴得好近啊这个距离 这边前面板子已经拍掉了 这边是有一个给交互夹的机会 应该是一下 没有给到 这走位优秀 觉得找不到节奏了 然后再回去找小铁 小铁这边也是真的是黏着就不走啊 你要是敢去深追回忆这边 他就直接回来偷密码机 对然后你要想回忆想出来 我又回去找回忆 是回忆先尬堵了 会炸在这个大门口 对出不来 出不来 又给你堵回去 反正今天这个回忆你就别想出来了 所以说小铁那边应该是要再去找 先找队友摸一下吧 摸一下吧 这个不能再很急了 可以慢慢打 对 你不然的话就变成了 就我同时一个人 我就守了一台密码加两个人了 对吧 现在的话你要知道急的是星亚无梦 不该是求生者 是的 因为回忆这边还是个满状态 这边还是尝试先夹这边应该先给一刀了 对给一刀的话终于是开到了二阶 是 其实这个节奏拖的已经是比较慢了 没错 相当于是你刚刚把大龙挂飞 然后你开了个二阶打了回忆一刀 没错 然后直接闪现打到了回忆 你还真别说 这一把我感觉有说法 心爱无梦 对 现在是很有说法了 对 因为它这个闪现交得很果断 是的 它这两波闪感觉都闪得很关键 再一个分场头盔去 状态虽然说调整回来了 正好被到场景挡了一下 没有看到小铁 小铁这一波应该是考虑撞救了 我觉得要考虑撞救 对 因为他知道他手里是没有化险唯一的 这一波如果是正常救的话没有收益 对 而且他们的话下来之后还得牵制一下 牵制到小女孩把手上的修得差不多 是 来 直接撞救过来 应该是没有给到机会 直接人扯下来 两边先拉开 回忆这边我觉得这个换得交了 选择换抓 选择换抓 小铁 直接拉球不给你二阶的机会 哎 一下 两下 两下了 但是因为手里闪现用过了 没有办法终结掉 看一下小铁手里这点球也不多了 还差一下 那这样的话可能得回防一下大门的那一台了 对 因为他现在就是差了大门的那一台 你刚刚一直在子压着大门的那一台 是 当然 如果你在深追小铁 他就算倒在这里的话 你管不到外面 是 这边等一个坟场CD回去看一眼吧 但他手里现在雕像 因为刚才太想在双十一这边终结掉小铁了 所以说手里雕像现在续不上 攒出一组过来投坟场看了一眼 回忆这边也是提前防了 先拉走 看一下海边的这边 小女孩那边已经在跟前锋在摸了 他是预判小女孩可能会去点这个海边 因为他知道这把你们没有多点吧 一定会考虑去洗心的 但是小女孩这边第一时间是回头去摸 但是呢这边第一时间回防 状态没有给他摸起来 那大门那台就让出来了 是 我觉得他可以考虑把小女孩打残 然后传大门 直接传送 我觉得这里的话 其实也可以考虑先把小女孩打残 是 炸一下都行 对 让你有一个救人的压力 这样我再去传大门 然后传送落地去秒回忆 是 这样是对新阳梦比较好的 这样比较好 现在打小女孩的话 回忆还暂时起不来 对 但也可以选择先去挂一波 因为他这个佣兵是挂过的 挂佣兵的话 那边 他可以往中场问 往回挂 然后离这个大门这才稍微近一点 然后佣兵是没有摇 他自己本身因为底牌是有浩克之道 他可以挂得很远 挂了直接去大门吧 是 那小铁因为是个半状态 手里还没有道具的 其实他这会儿去点大门是压力非常大的 如果说 直接被这个坟场拦到机会 这边回头想偷人 对 他想先骗一下 是 鲜萌萌还是觉得密码机的进度太多了 就从他那个视角 因为他不是上帝视角 他知道说海边到小芒这边玩了一圈之后 他觉得这密码机很多了 他回头看一下有没有人在修 是 谁修我找谁 但是这一包来回拉小之后呢 是把回忆暂时保活了 这边想再去拿Maker的节奏 但不是很容易快速处理掉 现在的话可以先拉开 回忆可以去自己摸箱 或者说看一下能小铁和回忆去碰个头 对 要不就碰头要不就自己摸箱 对 两边碰头 然后三个树叶的Maker在这边给压力就可以了 就看Maker能不能撑住了 鲜萌萌萌这边呢投坟场 看一下能不能盲头一下 找到他们俩调状态的地方 对 但是他们俩的话刚好是进了大船的坑里面 躲在了这个船的这个洞口里边 特别安全 那Maker这边在拉远身位之后呢 虽然说这一波传送是拖出来了 但是状态都调整回来了 然后这会儿呢 求人者他们就不会急 他们可以让那个佣兵前方都去再去补一下箱子 Maker的话因为一直拉着一个比较远的身位 所以他起不了节奏 对 然后再拉到木屋的话其实你没法管 对 所以对于新阿姆来说他已经没法再去管Maker了 对 他的压力挺大的 他还要同时在追的同时呢 还要再去看一下密码机有没有抖 如果抖的话第一时间还要传送回去 是的 这的话Maker因为他知道你已经切过传送了 也没有一个压力直接翻了 不太好终结掉呀 手里还是有树叶的 这边又扎残一下直接推圆 而这一波就倒了 但是 你这波人挂上之后 要不要考虑直接传送回去呢 我觉得挂上船吧 对 挂上船 挂上船 对 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段的话 你可能状态调整回来 你花了很多时间了 因为毕竟是摸一个佣兵嘛 是的 所以说你不一定有时间再去摸道具了 五分场 要不就试一下吧 五分场传一下吧 传吧 直接传了 只能传了 脸上这边是小铁的前锋 手里的道具是没有的 看有没有只会瞄手里一组雕像 姐先拿一刀 只能先给一刀 另外一边能扯人 没事让他们救 让他们随便救 反正把圈也磨了 对 把圈给废掉了 对 他们这把 因为是没有多开密码机嘛 他没有办法了 就让他们逼他们多开就好了 对 哎 这边有一下 还差一下 这边应该是这边 投铁 哎呦 还是没打到 这个出道的前摇呀 再个捧场投回去 要看一下海边这边有没有 偷密码机 正好是投到了回忆 对 投到了回忆之后 想过去先压迫一下他的走位 对 但是呢 小铁这边你没有终结掉呀 这压力还是在的 始终是多一个人出来 对 现在的话还给到一个Maker 去海边多修的机会 是 小铁如果这一波能倒 就是如果说 就把小铁给夹倒了对吧 你这一波我投粉掌出去 我可以安安心心出去了 往中场去拦了 那现在的话 如果他们选择多开一台 其实对于新鸟梦来说 这个四抓面就会降低了 是的 那我海边这边已经起了 然后小铁那边 是多翻了一个护腕 其实小铁这边最好 是要再给你翻个针什么的 他这一会儿 如果是投铁回大门这边 偷密码机的话 风险还挺大 看一下这坟场的机会吧 两组雕像还是有机会的 新鸟梦第一 现在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先把这个传送拖出来 对 然后要把这个小铁炸倒 对 不然他再起心机了 没错 可是全躲了 对 现在雕刻家的这个二阶 真的是不如从前那样 那么神了 那现在的话 肖梦他没法离开这台 对 然后魅克一直在海边 心修就行了 对 然后因为什么呢 你把前锋用兵放出来 这两个猛男之所以猛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可以不停的去翻箱子 是的 你看前锋已经摸了个护腕 摸了个护腕 对 香水 那你还贴不到这个回忆 小铁还多摸了半个球 我的天哪 完了呀 第二在海边 这边又是一组二 接下来试一下 一个树叶又给你推开了 是贴在了这个树叶的边缘 然后被推的最远的距离 是 这边是有机会直接把魅克先带走 然后回忆在脸上 但是小铁在偷了 小铁在偷了 没事 小铁又有护腕又有球 但是你还真别说小铁这波不敢给智慧啊 不敢给赚 对 不敢倒 对 那过来的话 这波小铁可以把密码就压好 对 那西安屋墓挂人这个密码一定是能压好的 那满状态的回忆还能正常救一波人 这个香水快救 香水可以省 对 这会得赶紧救 因为他现在趁新药梦他传送美好 对 赶紧救 分岔偷过去直接亮了 一点之后都不给 那没机会了 那这一会开门站门一亮对吧 然后新药梦发现 这个求生者发现他是没有挽留的 这边是直接一个香水完美回 是的 夺雕像的话 这把还有机会来一个三跑 对 因为新药梦手上是没有传送 他只能去追这个回忆 是的 那你现在没有挽留你去追一个傭兵 是啊 而且这一把他们求生者是早就沟通过这个地窖 就在海边的 你这边没有挽留处理掉一个满状态的回忆 另外这边小女孩是直接是传送操头 直接就大门了 就要三跑了 要三跑了 我的天哪 没有办法呀 对 小女孩是直接拉开一个 海边出身 直接往 他没点看 这个梦想好大 想一波直接把大船包了吗 上来点的话是445 是 但是445这边 因为求生者是可以透视到 鱼女的他一个差的位置 所以说这一波直接往那个船尾 大门方向六就可以了 这波啥都没包到 看到吧 对 想把445逼在这个大门口 这个小凉亭这边 这边好像也确实架住人 那这样 那这样的话445是必须要盾铲 冲出包围圈的 对 所以他是直接下铲要冲出去 对 这个其实实际也相当于没有包到 只是蹭到一点 直接是打了这个铲子出去了 就打445这个针对了 这个肯定节奏是不换的 这的话你想包是吧 那杨某人这边只能被迫先从万围一百一窗 这边包你看 包不到 包不到 对 这445的话他也是一直有在防 对 这边给完一刀 应该是往双十一带 然后的话你要是身位贴近了 等到你准备收铲 我下铲 提前出铲 提前下铲 提前下铲 对 他这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等到说 你这个收铲动作起的时候 我再考虑说把这个拍个板 然后我再顿个铲这样 而且他这个铲加完之后 其实他没进点 对 他没有进到像双十一这样的点 对对对 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有可能起节奏 对 有点这个就是笑 就是直接击手来保了 但是杨某人因为刚才这个闪现没有逼出来 这话是躲掉了一个球 那话先拿一下刀 先拿十八一刀 要不顺便把球也踩了吧 踩了吧 对 反正两个铲都交了 然后这边也是交两个球 是 那行 那处理十八 这边是开了一个爆发状态 所以说先离开自己背后的墙体 直接闪现击倒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密码机的话也是两台半左右 是 其实杨某人她的一个女女击倒节奏还是比较稳定 比较稳 基本可以保持在两台半左右 至少是一个平起的一个击倒节奏吧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445当时那一波守护人 她那个铲子交的确实有点早了 她是可以直接一波 因为你刚吃完刀一波拉点 直接是拉到双十一对吧 然后我把板子一拍之后 看你是准备包双十一 还是说直接踩板 然后再决定我这铲子下不下 往哪里转点的 对 看一下现在的话是枯草过来就 先接大洞给刀压力 你看你敢不敢处理大洞对吧 鱼女的话前摇很短 对 出刀前摇很短 打到了椅子上面 对 那相对来说出刀快相对来说也比较好抽椅子 对 那这一话就没办法了 因为刚才这个已经贴到身位贴得很近 所以说这边再给你补一波火球 补完火球之后呢 你就没有办法出铲 这个就来不及赶路了 来不及出叉对吧 你就来不及赶路 这一波套路打得还是非常规整的 直接再冲出去 那这波的话感觉还是来不及摸起来 来不及摸对 鱼女她毕竟这个位移速度太快了 但要尝试摸一下 这个应该是摸不起来的 一半 不好说 来不太急 这里要摸也 除非得吃一刀 是 直接牵起来了 不会打的呀 不会打的呀 直接你要是撒手直接牵起来了 对 那现在的话是直接起了继续手的第二波节奏 而且刚刚那一波 因为你又打了大洞 然后又救了人 所以外面是只有一个人在修机的 对 这一把起了六台 这边的话 刚才这个叉子是想有点想去包这个角落的 但是好像也没有包到 现在是445跟祭司想来一波配合救人 是 但是445看一下手里现在是没有道具的 应该是想皮皮虾帮侧应扛一下 然后让交出来了 救下来了 打到了18 然后爆料是45 对 这一波手以救人 就只能说还是不转啊 对于求生者来说 对 他现在还想甚至在摊一下 对 18这个机球手应该是没得救了 对 没办法 上挂飞了 是的 你会发现其实杨某人我觉得他这个思路也不错 他就老盯着这个OB位抓了 你发现没有 对 只要我先抓OB位 你就没法OB位 你就没有OB位 对吧 这样子的 而且这局的话整体还是比较偏平局 对 杨某人他的这个保平能力 是真的 有一说一真的强 真的顶好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保平就这么稳 对吧 因为他能保证他在击倒的时候不会太慢 对 他不会被你牵制的飞起来 然后他抓的偏偏又是个OB位 一个稳定性 对 是的 然后你像守护人他开局已经把铲子逼过了 是 所以把这些因素都综合起来的话 对 保平就很简单 没错 哎 这个话好像还很像防一个反钻的样子 我觉得他是好像觉得那个好像是奥利奥 奥利奥是吧 好像是个奥利奥没有过窗 看一下对 你到哪里去了 对 对 想抱一下 但这里的话是被模型卡了一下 他本来想是直接一个回游冲刺 直接是跌波大师器的 是的 最后是把皮皮虾逼在墙角 是 你看这杨某人怎么老喜欢把人逼在墙角 因为他想kisskiss 不会吧 这个话直接牵到445脸上 445因为是个半状态 这个话是密码机应该是已经压好的一个状态 对 先抱一下 是 那边人已经偷完 但这边有个大师器啊 只能让 哎 直接失场 因为他围了圈之后 他们不敢直接开 对 然后就先让了一下让一下 最后就被杨某人抓住了这个失场 杨某人这波很混乱 他有个什么点知道吧 他知道你这一波 他刚才因为他们围了波密码机 你有想过来点密码机 都围了波大师器 他觉得这波我一脚上下去之后 你身上师器还没有消 我如果再能包到你波大师器的话 我直接手里能收到一个人 就像刚才这边445一样 那这样的话 失场踢完之后 你还得外面再去重新补 那麻吉 但他们的话 因为是开了六台机 对 所以现在的话 大门那台已经压好了 是的 这样花生扯下来 直接亮了 然后再去找祭司 对 然后这一会儿的话 虽然说杨某人手里没有道具 但是这边再留一个人的压力 还是不大的 我觉得他现在都不是 再留一个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祭司是挂过的 所以他挂完了之后去排一下 那边还没贴上小门 没错 说不定还能三抓 看一下地下的位子 是在团下面 这的话要打一个反心理了 看一下 杨某人这边的话会不会 是直接冲门 还是 这边的话是直接是知道了 库草这边一个拉低位子 已经起耳鸣了 那库草这边 不太好走 但这边杨某人也很稳 回来先防了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人回来偷人 看你是不是卡着救 对 但这一会儿如果真的是卡着回来救的话 其实可能真的是谁都不好走了 对 不过他们的话 因为这一波 所以走地窖这个面是更大了 对 这话看一下枯草有没有能想办法 秀一波直接冲一个地窖 因为杨某人现在的话 除了插和平A之外 对 门已经开了 对 看一下这个球怎么交 门已经开了 先抢占地窖的位置 先把这个点架住 那看一下地窖已经开了 但是库草手里还是有球的 好吧 那你现在的话交叉 你出插的话 那就可能就 骗了一下 有点短 还短那刀 那现在就有一个瞄光镖 对 那这会儿杨某人他不敢出插了 还敢出吗 别了吧 不能出插 出插也太危险了 后摇一定是能跳地窖的这个位置 对 因为你出完插你还得生回来 那跳地窖了 那直接跳地窖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自动吗 因为我就是这么被跳过地窖 而且还有很多次 你还真敢出插 真敢出插 这种地方因为 女女的出插和收插的 他那个前摇后摇是非常大的 但是无论如何要先恭喜 你看这个人 爱心发射器 行 恭喜杨某人也是恭喜微博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恭喜他们 是 给到了回忆 给到了回忆 是的 那回忆的话 轮军演艺分9030 牵制时间105秒 分次数1.33 局军破亿164% 也是第一次最佳演艺 哇 今天回忆他这个数据好全面 对 都有 所以他最佳演艺 确实合理好吧 确实合理 有理有致 是的 好的我们把画面给到主舞台进行本场比赛的赛后采访 哈喽 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主持人曼妮 首先恭喜WBG 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是大龙小铁 现在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WBG的小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WBG的大龙 欢迎两位 今天其实赢下来的还是蛮稳的 两个竞胜也到手了 想问一下两位 觉得今天赢下来的关键 是在手感 还是一些技巧 还是咱们的那个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的 对 最近就是状态在慢慢变好嘛 然后大家都是想去赢的话就很稳健 是的 只要有一颗想赢的心 咱们就会越来越好 那大龙呢 觉得今天以下来的关键是什么 应该是第三把打得太 第三把打得好 第三把运也好 然后首先老杨的第一把也很关键 是的 其实今天都发挥得很好 求生者和监管者都是互相顶住了嘛 那想问一下 其实上周你们两位 都是在咱们的牵制榜上有名的 一个第二名 一个第五名 那想问一下 其实你们今天的牵制数据也挺漂亮的 你们会平时私下卷一卷吗 就是这个牵制数据 我们不会卷 我们会按理卷 就是明着说 佛系 无所谓的这个牵制榜 然后私下里面 我这把一定要牵制起来 我要冲锋是吧 那大龙呢 是吗 你上周是第二名 我还配卷吗 我已经被搞了 我就签字了30秒好像 我跟你讲 今天就是双方都是在互相卷 其实也看到你们的氛围越来越好 我们先来说一说 今天刚刚结束的第三局吧 今天第三局 只能说是一个拉锯战 你们后期真的运营了非常久 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拉锯 想问一下小铁吧 你们后期是围绕什么重心来打的 就觉得如果说哪一波没有处理好 可能这个三出他可能就办不到了 后期主要是那台遗产机 因为我们如果有任何人 倒在那台遗产机的话 他会切底牌 然后把那个电机给它踢掉 然后这把就撕上了 所以我们后期一定不能 有人倒在遗产机 去围绕电机倒去 确实你们每个人都顶住了嘛 而且就双方配合也很好 那想问一下哈 大龙当时其实已经距离你飞天过去了 12分钟了 想问一下你那个时候 你在你在那个天上 看着大家的时候 你的心情如何 觉得我的队友怎么这么优秀 评价一下他们的一个牵制和操作吧 我就是我在天上的时候 我在天上的时候 你在看着他们 对 然后帮排地窖 然后又 帮忙说一说雕像的情况啊 然后就是 然后就又看着他们的细节操作 就觉得 就 太秀了 对对对 确实今天最后的配合真的很好 而且我们有看到在第三局的时候 对面的监管者 他其实一直在换追 一下追用命一下追前锋 你们当时是想怎么处理他这样一个换追的操作呢 因为我感觉他 中间的那个时候 他换追了很多波的其实 因为就是他不断的得在找节制嘛 其实我觉得小马哥今天打得很好 他不断的在寻找机会 想去拿下一个四抓 对 卫部队伍就是半平比分嘛 但是我们也没有给到机会 就双方都很优秀 今天确实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其实在今天第二局的时候 大龙你那个打击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我们都说 哇好优秀啊那个牵制 然后想问一下你开局的时候 你那个是想法是什么样的呢 有看到你在往旁边角落带 你当时是怎么牵制的呢 小树林那个点位的话 就只能往大门废墟里面拉 然后小女孩附身之后 我知道她大概率会来抓我 所以我就往那里面拉 然后其实牵制的还可以更好吧 嗯 所以自己基本的要求也是非常高嘛 就是今天的这个手感是越打越好 在第三局的时候 求生者这边拿到了一个三处 那想问一下 其实今天咱们第一局的时候 老杨他那一波四抓还蛮关键的 那两波震慑也很关键 就平时大家老杨可能会 给咱们求生者kisskiss鼓励一下 那就想问一下 他这样的鼓励就 而且还会给你们说土味情话 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 心理上的鼓励还是怎么样 心情如何 对 因为平时他总爱说出的情况嘛 这会搞到对友情态之类的 但是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每天都会比较开心 就是玩得很好 就氛围很好 什么 那大龙呢 大龙也是身受其害啊 我还记得那个视频呢 对对 但是就是 是会说 但是也有点搞形态 不过就我们都很快乐 嗯 其实还是都很开心的 虽然表面说抗拒 其实心里还是很开心 那老杨那个接受一下 可能之后还要再接再厉了 那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我们发现 WBG 就人均什么健身健将 都去办卡住了 现在是为什么这么积极 是谁带起来的这股风潮呢 因为就是大家以前 都有那个健身的底子嘛 然后就是都很自觉 所以现在大家去健身房 补练肺都不折回来 所以都很主动 怎么健身房也开始卷起来了 想问一下体验感如何呢 体验得好吗 觉得大龙 就那个健身的体验如何 我的腿 我的腿还疼 今天其实是小铁 把他扶着上来的是吧 那小铁呢 他已经腿不行了 你呢 你觉得还行 没事 我把他扶着去 好 那希望你们之后 不管是说咱们的牵制 还是咱们的健身 都继续卷起来好吗 那也是感谢 来到我们的采访期 也是再次恭喜 WBG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 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是 我们的第二场比赛 由ACD对阵FPX的猪犬 让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好 那刷二楼 右手边你保 是的 看一下 逃离是选择卡角路 还是拉走 心理学家 那我直接大胆说 你追不追吧 就这个问题甩给你追不追 是的 莫雷夏跑 莫雷夏走 那这样的话 往那边转 再往前面 补个技身架住位置 那要追了 那要硬追了 那要硬追了 但是后面就是祭司 那这波包夹是废了 祭司直接打洞 带走 对 对 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刚才直接带过来就好了 对 因为直接带过来 你这条狗 这条原生狗是不太好吃的 不过就感觉感觉有点机会 哎呦 但是机身超巨了 先拿到一刀 而且的话 小小的被稍微的卡位了一下 有点难受啊 那这样一个板弹 对 前面还是要来一刀啊 哇 那这两刀拿来就很亏了 是的 因为按理来说你的心底拿完刀之后 应该是接不上节奏才对 对 那好 在祭司这边打个洞接应手 但是前面的话 跟上一条本体狗 应该是能够带走的 嗯 再往前走 对 这波尽量尽量保一个原生吧 尽量保一个原生 保一个信徒 再等 再等 再等原生过来 再等原生过来就好了 那这个机导协奏 对于曲约来说 其实这个前期 挺赚的 因为主要是心里那波 有点亏吧 在那个位置粘持粘刀真的 有点小可 有点小可 虽然是一个寄身 但是你这样粘持粘刀太亏了 对 当然你就算上二楼也没办法 因为上二楼直接跟上去 也是可以再接一刀的 对对 那个距离主要是他收集加速 被那个信徒稍微砍了一下 那现在的话密码机 是两台半左右 先让前锋过来扯一波 这波前锋也没办法你 撞阴这个信徒旁边还有一个 而且心里的话 没有任何二次牵制空间 这波的话也没有办法 把底牌避出来 嗯 很亏 其实这波 这波就一波前锋 状态一损 然后对补个基神 挺难受的 是 现在的话密码机其实也有点不太够吧 是的 这把密码机肯定不太够 而且现在前锋 基本上尬做了 只能先自取了 而且 而且 现在 你基本上 入联石棺材也没有 一整局也没见过入联石 入联石也不说 也不能说 反身然后把前锋状态补一补 来缓一波节奏 神坠在后面打洞过去救心里 是 但这波被逮到了 不然在这个位置卡的话 还可以再卡一卡 先把洞打了 对 别拿刀 但这的话 其实逃离也还是没有一个太大的牵制能量 对 一个心理学家 根本不可能说 逼出我的底牌的呀 对 主要就是吃你一个第一波牵制的节奏 那你第一波没牵制起来 下来周也比较难受了 是的 这波 放个狗基本上是必倒的 那现在祭司要赶紧找人 还好 还好 就好在什么 好在前锋跟祭司的信徒都去掉了 对 那这波是有一个补状态的机会 取悦能意识到吗 能意识到 那这样的话局势是能够续上的 我感觉机会来了 觉得这把机会很大 嗯 那现在的话 他本体狗还在 他现在隐身狗还在的 对 直接放本体狗 我看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原生已经来了 那坏了 另外一边用寄身挂 你没辙呀 你现在在这边 那边寄身挂 你这边有无缝续节奏 是的 还不急还不急再打 取了之后还可以先切一下 看看祭司有没有机会 别切闪 先把祭司击倒 那再切回去把心里挂上 那这样节奏无缝续上 太舒服了去 对吧 对 你把机的话剩下最后一台 对那现在前锋还是个状态 你现在还得取自己的信徒 前锋又挂住了 那又挂住了 那现在入脸师一个人单修 修得完吗 修不太了了 看一下猫猫的这台 补个寄身 然后那边抵前锋 然后把原生往入脸师那边一压 你怎么修呢 这其实也在脸上 因为他们起的是花塔的那一台 那台入脸师在脸上 嗯 好在前锋心徒这边是去掉了 这边让猫猫过来 他猫猫是没有圈的 嗯 看祭司 那主要是祭司上一波玩 洞交完了 这波手里没有洞啊 那这样完全不能进行一个二次牵制 三个人都是半状态 绝这把要奔着四去了 对都不是说你能不能平的问题了 因为你前面的一个问题留下来太大了 是的 然后后面又是无缝衔接的第二波节奏 你没有逼出来底牌 那现在祭司给你试个底牌出来 又挂在了遗产 哎呀这边还是 就我们别的不说 就这边还是个三连 对 我已经不知道这把该怎么打了 所以说调状态也调不了了 调不了 两个人天各一方 这手心里 主要还是心里前期的一个 一个失误导致节奏 续得太紧透了 是 他的话 那边有祭司拖着 然后取悦是想要匀声 然后放本体口 把祭司接了节奏 对 所以你真没办法 是的 因为你前锋状态残了 前锋 季神刚去掉 还准备跟祭司调一调状态 这波拉球过来 有机会吗 哇 撞到了 这波球有点秀啊 但是你下来以后 祭司手里有洞 哎呀 没打出来 这波洞如果打出来 两个人是能够稍微活一活的 还有点机会 只能说是多拖点时间 现在手里连个闪现 前锋压力无限大 就骗 骗 骗到了 那差不多了 我可以交闪了 结果我可以交闪了 不急我先挂了 先挂也可以 反正那边留了三连 是的 我只要保证我的本体 一直在那边就行了 嗯 那现在就是双方一个拉扯局了 然后那边入练师拖着个祭司 手上没紫圈 是的 前锋 哎呀倒在地上 也没辙没辙 先给前锋补个祭司 然后切入练师的星图了 他这个局慢慢打就行了 一个半 拖到了 那上来给前锋补个祭司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就尬出来 那边一个三连根本破不了呀 吸不动啊 而且遗产很少 都是那种三四十的 又不是说八十的遗产 就是说硬牵直吧 硬牵直吧 这边手里面闪剑又好了 这波还要放个闪 这样的话前锋要倒了呀 主要是前锋很早就被补了祭司 前锋 祭司手里面闪是好的 对 前锋的话前面交球已经交完了 现在手上也没有道具 那你更别说剩下是个入练师 是的 那这个节奏就基本上是陷入一个慢性四抓了 一个闪 没办法 前锋这边压力无限大 没有道具啊 主要是没有道具 陛下走位等一下闪现又好 我等技能就好了 我现在我绝不着急 我就给你等技能 你跟我拖 你不可能把这台吉袖开的 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 你去不掉 我马上闪现好了 闪现好了的话 先把齐峰击倒前锋是没自弃了 对 那这样前锋 得拉距离 对 入练师现在也不敢过来 入练师已经不敢过来给压力了 没办法 对 而且灵柱的位置本身也比较远一点 是的 海带区域 这波可以闪了吧 可以闪 啊 闪空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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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板子没了 这个单窗的话 不太好博弈 但取决 怕有人偷密码机 没事 密码机有信徒架住就好 对对对对 那这样玩来玩去等一下 一会前方把信徒趋了 因为他一直有在偷偷趋 对但也没用 因为你趋了以后 我取决大不了 再过来再给你补一个 没事你的三连破不掉就行 是的是的 继续绕绕 你别说这个小窗真给他玩起来 哎哎套路到了套路到了套路到了 因为是追猎起了 对 看一下给猫猫再补一个寄生 那现在又可以双包猫猫那边了 对啊 然后前锋没自己 我两个信徒一夹 你也没地方去了 再往里面跑 想拉一个超距 想把他远身拉超距 但取决这边也过来了 也包过来了 这波有闪的 弱点师也只能说 尽量保持一个闪现距离 对 看能不能多撑一会吧 但多撑一会前锋也不会起来 对 他要放干还有好久 是的 除非这个如脸师的 这个 天秀 对天秀 天秀要吃好多个 要吃多少闪现才行 对 除非说什么 如脸师刚才那个棺材没用 现在这个棺材在前锋那边 好 闪现 没事 问题不大 对这波闪现很帅 秀掉了 不行我两个信徒慢慢夹 对不行我就慢慢追 再不然我别追猎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是恭喜取悦 在BO1上半场拿到了一个四抓 其实这宝也是比较意外的吧 因为这个这种 其实对于取悦在唐人街的梦之女巫来说 真的比较难守 是的 主要 心里打 打女巫是什么 心里打女巫 首先你不能吃原生狗 你就尽量的 就你吃原生狗就很亏 而且刚才当时巨师第一波辅助动已经打了吧 我觉得该钻还是钻吧 是 有点小亏了 而且他吃完那个原生刀 关键是收集加速被机身卡了 对 内波粘吃粘刀是太亏了 是 或者说 他的话那个转点也没有办法转到别的距离了 对对对 内波 内波是最亏的内波 粘吃粘刀太亏了 身位拉不开 你上二楼的话 其实二楼他只能说跟上去 然后就拿到了 对 也没有一个太大的还击之力 是的 这把其实真的比较意外了 因为你像这个阵 那么画坦这个点 往前面走的话 一身 用兵 走了走了 走了 还没看到 这个拖不起 这个阵容也拖不起 对看到了 快走快走 他一拖的话 如果那边黎明能贴上下一台鸡 那就难受了 那这个点巨师可以追 这个阵容能追到其实两个人 一个祭司和一个戒师 对 那找到 对 那排得挺快 而且第一层四上得很快 这里感觉我一直被架住 你如果往回走的话 这位就会被架住 对 那这样这个祭司牵制空间就不大了 因为祭司要牵制破轮的话 你得上二楼 这样 到前面那个窗子玩一下吧 前面那个经典破轮窗 经典破轮窗 玩一下 其实已经开出来技能了 所以就比较难牵制了 而且这把他带的是一个 一个晋升 对 晋升 晋升 等一下前方过来 OB也不好OB了 正在一个地方再打一个洞 但你这样两个洞打下去 对 你打下去活不了 过来补撞 别开兴奋 摊一下前方 那我再前一波轮就好了 是的 这波把技能逼出来了 再往前走的话 前方现在也不敢跟了 要不要来呢 我觉得前方还是得来吧 还是现在前方应该找队友 找队友去摸摸状态了 来不了了 感觉来不及啊 主要是前方一摸状态 我感觉来不及 就摸 哎呦 这样亏了呀 这样亏了呀 一捏捏没了 主要是 晋升已经焦了 主要是祭司的两个洞 在这个地方玩 玩不起来 很亏 是 这个点的话 确实也是祭司 比较不好牵制的一个点 嗯 这跑到击倒速度 就起得非常的快 而且他的存在感 拿得也多 因为中间还有一波前锋 过来帮撞 那这样让冰过来 这个窗子就破轮 拿这个窗子真的没办法 我就在那边卡血线 我就压这个祭司的状态 不挤 现在他也不着挤 一层次没上到 所以你撑死给我上一层次 我一个不然弹过去 那这波想拿存在感 拿一刀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你下一波又拖不了了呀 这把前锋感觉 被这个 刻得死死的 对 兴奋刻得死死的 很难受 先切一波鱼 现在前锋 又要被滚 而且刚才的话 前锋修机的时候 是被滚了一层次 不想被上第二层 但是你如果在他轮行 他有时候拉球 其实很难躲的呀 我觉得现在他 他都甚至都可以直接捏 直接捏 因为 我捏完以后 我这个兴奋你爱撞不撞 对吧 对我把你捏了 捏了你 不然你现在 你现在肯定不会过来的 你现在肯定不会过来撞 对 所以这里的话 其实背一下会比较好 对对我感觉背关一下比较好 把状态打下 你看他肯定找出有局面 你先把刺拔了 嗯 来来人偷 前锋也保不住呀 主要是 这个祭司是保不活了 对 这祭司的话一直在这个点 第一把我也知道 你这个点不好牵制 所以我一直把你往这里挂 是的 而且的话 由于前锋 前锋前锋很早就过来保了一波 但是没有保住效果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密码机节奏是耽误了很多的 这密码机进度是不太够的 对 而且现在他手里面捏了一个什么 捏了一个 我们虽然表面上看这个是个兴奋 但是他可能马上就要变成闪现 对 很恐怖 直接立马变成闪现 立马变成闪现了 那节奏无风续上了 很难受 这把感觉也是个4了 是的 这把的话真的是前锋追击 太快了太快了 太快了 第二个点他就等于在排人的时候 我排第二个点就直接排到你祭司了 而且祭司的点位特别差 然后顺路追一下 嗯 这边前锋再切了个底牌 五缝衔接 然后你外面出去拦的话 现在拦到还有救人压力 嗯 没排到 没排到 明明往这边靠 那边前锋 那边用兵是绕了个大圈 对 他现在有一个换 其实他救人压力也挺大 嗯 现在还有一个过半的问题 是的 那 那前锋直接过半 那借石 借石娃娃的修没电了 这机子是完全根本都不够 感觉这把地包有大几分 这把地包真的有大几分 这把前锋也都续得太好了 太舒服了 过来扯下来 呃 能扯下来 但是问题是 这个前锋 他要怎么样进行一个二次牵制呢 没有人能够帮他呀 因为前锋的话 其实手上的球就有个球皮了 是的 你现在怎么 他往左边走 这个板区一个夹子是必定 必封住的 直接踩上去 哈哈哈 而且这波是什么 这波是出动了 机械师和佣兵两个人过来牵制 对 那谁在修机呢 没有人在修机 而且 连电都没了 那个娃娃 对连电都修完了 没电了 而且这台机是什么 这台机是前锋一直在修的这台 对吧 前锋一直在修这台 然后现在又卡在这台机 感觉 这个局很难很难受了 是的 然后佣兵刚刚过来救人 也是把自己的户板全部交完了 是的 现在手里又没道具 人也没了 就两个人 对 你修完这两台遗产 你还差一台空机 对 有兵不想被捏 不想被捏 就把我夹子 不捏一下嘛 那感觉可以捏一下再走 直接过来 直接过来 现在我谁修密码机 我打谁嘛 反正这个局是 大概是奔着四去的 大概是知道这些是在这附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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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二级 夹子很准 夹子很准 好准啊他今天的夹 是的 哇 敌方的这个破轮手前锋 有点夸张 他前面秒祭司 然后秒前锋 都是其实不是那种风交互的夹 他就是表面看起来往随地一丢 对对对对 这种破轮很恐怖 然后闪现就好了 对我骗 但其实无所谓了 就我交不交这个闪 反正 对我 我先丢夹子 你要是老师秀我夹子 我忍不住了 我就要告诉你 我现在忍不住了 我忍不住了 好忍不住了 一个闪 然后那边又自己自己玩 我切轮过去 这把跟刚刚后期取悦那把差不多 都没什么翻盘的能力了 对对对 甚至这把插的密码机还更多一点 是的 这把怎么说呢 这个精神把祭司跟前锋打崩了 然后祭司低波太快了 低波那个位置太差了 他是秒上刺之后直接被拿到一刀 被封夹了被夹回来了 所以就没有太大办法 然后你开了技能之后 看一下三岁佣兵 那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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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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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佣兵去后面卡一卡 这佣兵不给他卡一卡 对对 sorry藏一藏 每当佣兵干这种事的时候 其实佣兵都在后面偷笑 就感觉特别的刺激 他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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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偷袭 哎呀看到了看到了 走了走了走了 也不贪 当然他也交了个护腕 对那这样的话 也不是那么特别亏 我觉得取决还有点小赚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月亮盒的话 其实佣兵的护腕是非常关键的 他要赶路 哎呦他感觉二楼有人 但是二楼并没有人 对 这波有点尬住了 这波搞得有点尬住了 他的耳鸣是底下的那个人 对那这样的话 这个马上自己手里面技能都要好了 还没快速起到第一波节奏 有点伤了 这前期逛的有点久了 逃离的病患是直接想跟你拉起一点去 对那直接拉走 追拨一个蝴蝶 我感觉这个人影都不一定能看到 看不到了 逃离应该看不到了 已经拉到起点了 而且看到这个距离也不太能追了 哇那找了一个最硬的骨头 我的天 那咒术师这个位置 这个点位不太好 但是又长度脚印了 对还没排到 这怎么其他的求生者 打得跟冒险家一样是吧 人均一个小人输 对这有点伤啊 特别是对带了闪性的监管者来说 是特别难受的这种节奏 对不过神坠的话 这里是没有选择禁板 对反而是选择拉站台 他感觉 拉站台不是特别好牵制 没有你打任何求生者 你跟红蝶拉站台 感觉就是必吃刀 对 只要往这边走是必吃刀 没有任何博弈空间 这张 还有个大洞 对他要往连满一窗 那个位置牵制 想冲大洞吗 钻小洞 钻小洞 这样 还有动 还有动 其实 那还好 其实我觉得拉距离的话 有点小亏的 那到了这里的话 红蝶直接在丢蝶进鬼步 一个猴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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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下 你被逼要下来 有可能往上走的 蝶交闪 很果断 因为前期节奏有点差 是的 不过也还好 你这么看的话 其实密码其实节奏 能接受 能接受 两台多 这里的话 其实咒术师是有第二波 牵制机会的 所以来救人的人 一定要给他第二波机会 对 不能说直接掏 然后被打针对 其实他前期没怎么交好 咒术师把闪现吃出来 下来二流空间是很大的 是的 非常大 而且可以交小洞 一个叠我一个洞 一点都不亏 这个角色牵制洞 就是我不可能交大洞 我就是小洞 小洞我就慢慢折磨你 然后追得差不多了 又吸得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 想往 这样绕的话 得转到板区里 要转到板区 要连接板区才能 啊 交大吗 交大猴牵制空间就小很多 因为你这样就不能挡背了 别是无线压缩了 就牵制空间 对对对对 他可能觉得自己这波身位不够 他翻 能翻过去 没关系 但现在的话身上已经没有猴了 对 因为你交大猴的话 你手里面猴就续不上 你现在这波二流的话 他后面猴会续不上 如果你能完美的 把这三个猴慢慢断飞的话 其实要豪打很多 对 现在的话其实还是给到一点机会 对 没飞过去拿一刀 没猴了呀 续不上的呀 到现在虽然是旧人位 给到你第二波牵制的机会 可是你没有好好利用它 嗯 其实这波就是二流空间很大的 对 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走到马车那里 身位拉不开了 不好进板区了 那你交小猴不就进了吗 嗯 他是这么想的 他必须得红蝶交飞 他交猴才能进 他不能被走地逼 走地逼的话 这样一个短飞就过去了 那想扛 被打到了 太精准了 那这样技师还 我怎么感觉 要不要保一下技师啊 交了一层红 然后往角落冲 对 拉开吧 对也不太感叹了 因为密码机还是挺快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咒术师 其实选出来 就不是说特别针对红蝶了 还好就是说前期的一个拉点 然后稍微牵制一下 密码机也是差不多够了 主要是前期节奏实在是太好了 太舒服了 那这样有兵上二楼躲起来 然后祭司起好大洞 对 让他去找李宝 找李宝 李宝也不太能牵制的洞 不过没关系 主要密码机快够了 鬼屋这台大遗产 都不想走 都不想走 他们是赶紧多开了一台 而且这个大洞起的的话 是起在了起点门的 想飞下去 下来处理有兵 另外一笔密码机 等一下就要够了呀 尽量保一个满状态吧 因为地窖也是在这里 对 所以对于三岁而说 还有一个走地窖的说法 那打到 找到了 那就要找机会开了可能 可以开 直接开 对 两个户外 你不太好处理 然后鬼屋这个地方 你再找一找 他上二楼 你不太 说实话不太敢上去追 然后现在的话 可以让猫猫点起点门 还想追 还想追 对 这波局也觉得 自己手里面有闪现 我不怕你 你是一个半撞他的流兵 我肯定是能处理你的 那这个局势 要奔着平局方向去了 但是那边大洞接起来 还有一个户外 不会吧 感觉他们想要三人三跑 假如帮忙接小洞了开始 对 这个户外有没有说法 直接冲击击击击 感觉有机会 闪现 把他打回来 一个回身刀 因为 捏了一个闪现 他开门带这个闪现捏的好 这个闪现捏的好 这个闪现捏的好 好 鬼屋后 这个点位 先去起电牌 自闭 自私 不太好管 对 但是这个人 人看起来好香啊 主要是 对 但是又在一个比较好的点位 对 然后他等一下 你变不变嘛 哎哎 但蹭下来没关系 但是好像没上到车尾 对 有点难受了 那有点难受了 这个点位 哎 没事打长洞 那洞轻了 那我等一下我再变一波轮啊 你这个点位 尬住了呀 因为他如果坐车做到二战的话 是有一个上下动的说法 你现在在这个位置 感觉就尬住了 是 对 没关系 走空地 先绕一下 对 我就追着你啊 就牵着破轮空地 我就追着你跑 跟你先绕一下模型 哎呦 这波 没关系啊 就现在闪现还还早 闪现还有十秒钟 这时间只要上到了 上到了 问题来了 怎么出去 他现在要 他我感觉他上不了 他上不了 二战那个车了 闪现 闪现 闪现倒了 他现在病患也不能及时 也不可能及时的过来 对 重新也还在二战底 对 特别的远 那 这个感觉上脸的刺 要不 他回防了一下 我觉得可以稍微大胆一点 我觉得直接回椅子旁边 没必要摊着脸的刺 下来拿存在感呀 哎呦 你看被推走了 早点回来拿存在感 多香啊 这不捏他一下吗 不捏一下 优民跑的 不过还行吧 这个位置 主要是祭司牵制空间也不大 重新过来的话 直接切轮形态了 一下 往上开那个方向牵制 但是 哎 被夹到了 重新推一下 用兵又回来了 他想扛刀 我的天 这密码机节奏真的够吗 这个密码机节奏 对 祭司 你看祭司他整个的路线 就是想冲着那个车去 就 可见那波没上车 对他来说 有多么的难受 心里瘾瘾太大了 对 也上下洞 先封一下夹 防你一手 那边上站台 现在祭司是你左我右 哎 但是这波很宁性安逸 哇 这波安逸封得太好了 这波很宁性啊 只能说 哇 这个提前夹 然后再 再用祭司的洞上来 很宁性很宁性 这波真的是打得漂亮 对对对 这波是真漂亮啊 他也是提前防到了这手 知道你祭司要干嘛 嗯 是的 那经验太丰富了 那现在又干扰到了病患的密码机 哇一家病患 是的 那边都狐狐狸在脸上 所以救人倒是没什么压力 但是 这个祭司活不了 还是这个问题 祭司下来怎么活呢 刚才祭司已经把手里面的洞 好不容易存起来的洞 对 哇 这波 哎 压力很大呀 啊 傭兵 想打针对 他想打针对了 一个夹子 能打到吗 打到了 那同时开启自己的二级 现在 手里面下一个闪现马上就要好 还是电脉气堂挺 但是 在起点 对 这两台机怎么开啊 我现在在想这两台机怎么开 そして也就是遗产在脸上 脸大遗产怎么拖出来呢 都在起点 一台一站一台一点五 是的 只要幽兵在趁着兵患导地时间 开掉一台就好 另外一边 让昆宸再兴起一台 哎呦 被打断了坏了 那坏了呀 那这个样子盖住了呀 对 又挂在这里了 这两台还是没法开 我现在挂上之后直接去逼你佣兵救 是的 你来不来 哎呦 那 这个太痛了吧 这波失误有点尴尬 不过好在是佣兵状态比较好 这波扯完让病患自己就下来继续打针对 继续把病患 对 只要这波针对打到了节奏就好起来了 是的 因为你直接把病患击倒在这里的话 那继续还是挂在这里 对 只要把病患击倒你佣兵修不了机的呀 能打到吗 哎呦 还在卡 还在卡 我们想卡再拖一下昆虫那边的密码机进度 对 这样昆虫可以过来作为下一波帮助的 先吃甲 先帮他把甲子吃了 还要卡 还要卡 要达到病患 一定要达到病患 一定要达到病患 哎 感觉有机会 拉钩跑了 拿到了 佣兵 哇 那现在佣兵过去给密码机压力 现在你是追还是不追的 追病患还是不追的 是吧 先管密码机 对 现在只能先管佣兵了 其实他已经管不了病患了 对 前面还有个互惯弹走 哇 很漂亮 眼神甲没有夹到 然后病患 对 你看病患又去终点 又去终点 又去终点再给你压力 很难受 这波的话 两边的遗产都已经磨到70多了 对 两边都太多了 你去哪边 另外一边的密码机 进度就跟上了 很难受 想钓鱼 想把这个病患钓回来 就会拿 这节奏 求人者拉扯起来 等一下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是这个开门站怎么打 因为你现在三个求人者在起点 等一下 这个开门站可不好拉扯 我觉得拉扯到差不多 该走就要派一个人去终点站捏死 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起一步 我觉得他现在可以起一步 病患上挂节奏 对对对 你得起节奏 因为你得刷成一个上挂飞的节奏 这波确实可以挂 这波挂了 挂了收益更大 而且你这样直接开 那你现在得先回去 不过也没事 这样逼开的话 只要能快速处理掉病患 病患其实还有个勾 有钩不太好处理 有钩有站台 其实这里的话处理病患还是有点压力的 对 他可以处理掉 然后挡在他前面 故意挡在他前面 对 这个 这波 这波安逸其实有点细节的 他这个轮形态 是往这个病患的勾点方向去的 就你一出勾的话 你是铁定会把我挡下来 现在门都没碰到 现在门是根本碰不到 对所以这波的话 他挂上病患直接出去 先路过鬼屋牌下耳鸣 直接冲出去就行 能刚点到 哇这个超级加速 有机会冲冲冲 有个人卡在二楼 卡在二战 知道了 但是有车 但是有 哎呀估计同时这波 下来了 那这波黎明有机会 直接闪现赶路 对 因为前面有个低调 能绕起来吗 看一下吧 虫群没了 是的 马上就掉了 但是病患的进度 病患的进度 很紧张 很紧张 这个好像是能拦下来 因为你还有飞天动画 先把他的身位卡住 然后拿刀被打 然后拿刀被打 被偷倒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三抓局 其实安妮我觉得她这把打得挺好的 打得挺好的 尤其是像一些站台的博弈 起点站台 坐车的博弈 然后跟病患的博弈 到二战跟祭司跟昆虫的博弈 她都做得非常的满 是的 真的做得很好 哎呀 有点痛的刷点 这个点确实有点痛了 我们全拉走了 撞领的话 其实是无礼的激求手 不过他拉走了 是的 激求手这个点位不太好追 他 小摩这个人 他不一定能排得到 对 这个点的话 他蹲在里面 会直接去墓地了 对他蹲在里面 不一定排得到 对小房后面再卡了一个 那自闭的油拆 也是直接拉走 嗯 那那追游拆吧 追游拆吧 追游拆吧 先砍一下这个狩猎本能 踢个板子 那往墓地转 墓地佣兵 也不怕你带 别放狗 对也不怕你带 这二连炸能炸到吗 炸到了 这么吓人的吧 这个狩猎毒 这也炸得到 我的天 尤其是刚刚地下 其实很亏很亏 对 那这样就是什么 我狗减速的 对我狗减速的过程中 我点个来直接 这个没太大作用 没太大作用 我说实话 我觉得这波都不是解不解速的问题了 要往小门找一下揪手 揪手 快来帮忙 快来 我的天哪 这个 远程二连雷 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这么夸张的吧 这个雷 我的天 迪宝这个雷太夸张了 迪宝的雷 他的 对于这个油拆来说 对于自闭来说 完全是预判到了 是的 那这波揪手也不太好放 这波打下来 打下来没用 要扛一下 扛到你能牵制起来吗 我觉得有点难 直接放雷呗 对我就丢雷 我就扑雷 反正这个地方你得交互 对 那这样很难说 再来一球 哎呦打歪了 打到脚上了 那我还能先踩 直接没球了 他爆发球 对他爆发了 现在的举手 连球都没有了 好吧 而且再看一看密码机 其实没拖多久 就刚才过来打了点球 对我来说 其实不痛不痒 你还掉状态 你这个状态是摸不满的 对 哇 迪宝这把 这个压迫力给到了呀 二手 等一下我找你揪手怎么办呀 游兵过来卡一卡 游兵也不敢揪啊 这游兵也不敢揪啊 对 这怎么揪啊 他们这把得拿分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 你拿分你得救这个人 那你救人没收益 还掉状态 我觉得卖了吧 主要是闪现还捏在手上 你救下来这游差能活吗 活不了的 卖了吧 卖了吧 卖了看见他能不能打33跑算了 对 这波救不活 救不好 那就真的崩了 已经看到脚印了 救不好可能就奔着死去了 昆虫来 大幅座 哎呀 昆虫还是厉害呀 这波还是能直接拿刀 那还是那个问题 你现在记得还是没有吃出来 这波虽然是昆虫 跟傭兵过来刷了一波 就把这游差开一个化线围 但是问题是这个技能还捏在手里面 下一个人谁能站出来牵制呢 对 难道这个傭兵现在中场对吧 先过来吸引过注意力 而且地板非常的细节 他刚刚的话是知道你游差有个圈 反正你都红圈了 我一开始先封一下响门的密码机 然后我到了中场 我再封一下人房的密码机 是的 导致现在他们都没在修 是的 你现在马达马算了对吧 这个还差碾台整的密码机 这个怎么修得完 我觉得一生 给我们压力 这个给压力不能倒的呀 你倒了那就出大问题了 能炸到吗 这个二年 对 他也不太想追 他主要是追一追 等传送 等传送落地秒 看你谁敢修 这个虫子好烦呀 二年 这得离每天的特别多时间才可以 这么准的吗 低保今天状态这么好 这个雷还 还能中 哎 但是转了还是转了 对 刚刚得再补一个才行 对 而且这样一个下板 自己的手机加速也没了 然后又直接摇 对 就真的不回头 对还在一产期 而且现在问题是 佣兵还没圈 对 这怎么打 没道具了 对啊还没道具 中兵截球手两个人都没道具了 前面截球手开爆发球都没了 对 完了 表面看起来可能差个半台多 呃 卖了吧 我的建议是卖了跑一个 卖了跑一个吧 但是卖了跑一个也不太好卖 最好的可能是说 就最理想啊 可能是他能把小费阻掉 这位置还被逮住了 哇天呐 感觉这贴到椅子旁边都不好贴了 放个二连 这怎么就 哎 再来 哎 但是 没要到 没事啊 他现在有机会了 直接打了一刀 哎 还刚好 哎 过半了 对 双趴起步 哇 过半了 过半了 还精准地打到了昆虫 对 那就看地宝怎么样拉扯 就最后一台了 现在球人者 想办法走一个吧 对 这个局真的很难了 九手现在很难受 恨不得自己把自己手里面这个棒子丢了 摸点箱子 对 我去摸个箱子 不要 不打球了 转直 那现在的话 第一宝就是念这个船 一会傭兵起来了 你敢碰击 我直接传送落地又瞄你 那你没自己了 接手手又跑不掉 是的 主要是 啊 啊 我的天 这雷是人能丢出来的 哦 它确实不是 它是熊熊 对 它是熊 这 我的天 迪宝今天这个雷太夸张了 好 这刚说完这个 遥控雷 看不到 看不到 前面太秀了 这些我都看不到 主要是没 没影响 没影响啊 影响不大 无所谓 对 反正三十的机 你就修呗 你敢修 我直接传 这里还能中 中了 我的天 现在 用兵也没办法 用兵 机子也不敢碰 只能说去摸摸箱子吧 而且低宝它封雷 其实封得很好 就是低宝它第一个雷封出来之后 你是知道它第二个雷是一定会中的 对 它这个雷封得很好 很夸张 那现在医生只能说去摸摸箱子 摸到什么 拜托 摸个魔术棒 没啥用 不解然没至极 对 算了 其实现在摸点啥 你都解不了什么问题 对对对 没事 这有了准备没有好 对吧 拿在手上就 给个香水 给个香水 给香水也难受 主要是它是个方法 对 也挺难受 好 还要再来一个 但是来不及了 这个箱可能都摸不完 对 摸不完了 盖了盖了 那知道了 看一下这个魔术棒怎么用 再不交吗 要交了 好 没啥用 真实 就是我刚才就想说这个剧本 但是我不太敢说 没事 现在它有了 你就可以说了 现在它发生了 对 现在发生了 你只是描述了一下而已 对对对 这怎么搞 没办法 现在九首再偷偷的过来 把游民摸起来 我今天看到好多这样的对局 像前面那把女巫 然后还有后面的破轮 再到这把邦邦 都是那种四四四 然后又摸不了的局 对 主要是它手里面捏个传送 你看摸起来 现在还可以 可以考虑传小推 对 还可以拉扯一波 他不急 不急我就走过去 反正无所谓的 感觉你跑不远 看到脚印了 应该看到了 应该看到了 他要往里面排 他要拉刚刚的脚印 现在游民手里面也没道具 这波拉上去 游民就要倒了 这波伸具拉近 基本上游民就要倒了 想要来割墙炸 来波秀的 就要倒了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你看 一宝这是在干什么 他是在给我们秀剂 你知道吧 秀他的帮帮 这个波式 在给观众朋友们秀 关键这几个雷下去 我真的手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太秀了 给我秀麻了 牵过去 不牵过去吗 难道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说你们 你们两个真的是 我真是服了 我挂了 我挂了 我在地角等你算了 对 反正你 鸡球手你不能摸东西吧 对不对 你鸡球手也不可能说摸个道具 你现在又没有球 你能怎么办 你就是走不掉 看一下狐狸是卡在了银毯这个地方 是的 这个耳银还真不好排 那继续拉扯下去 看鸡球手有没有机会吧 看鸡球手 就不想有机会可能得拖到 哎呀但是 但是 那这个有点难受了 这波抱鸭 他得是拖到 你去那边推推墙 或者是 修修机 修一下乌鸦 销到地窖换了 是的 是的 这个太难了 这个雷扑的 再摇一下 这没办法 这下翻板落地也是没办法躲的 对 对 这 哇 那 刷点 这个刷点 一个小门的人 对小门猫猫 杂技演员 看他就选择压脚印还是拉走吧 打雕刻夹就是身距拉近了 雕刻夹就好打 身距拉远的雕刻夹 他很怕拉点 对 这个角色 跑没了 接一个 翻窗加速 他不想往教堂那边带 想往这边牵制 因为目的的话肯定是没有队友的 首先肯定不会干扰队友随机 一个土球但是被推回来了 被推回来了 吃了一刀 哇那这个杂技 一夹一刀 对 那杂技这个牵制这波很亏啊 土球也交了 是不是还吃了一夹一刀 这里还有一个风格 不敢进 对 如果满血的话杂技可能会堵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根本不敢 对 到我家你吃了一夹 心里牙里就无限打 那这里应该能拿刀了 没打到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点位他不好牵制 反正他有雕像嘛 一夹就没 太狭隘了这个地方 还好这把已经是最后一把了 是的 因为这个击倒速度对于调克家来说 是可以接受的 对 这把 有机会啊 不过他们这个阵容又有咒术师 又有基球手 我感觉 话不能说太早 对 还没开始打团了 对还没开始打团了 一会再说 对不过他这把是 选择带了一个兴奋啊 密码机这样都已经三台了 有邮差就是不一样 对 然后这个 对 这波救下来 九手还能帮忙 帮忙给他打 打月 开好了 开好爆发看一下 来 来一球来一球 隔着想打很舒服 哎 开兴奋想摊一下 我保持 你看三岁也聪明 我跟你保持距离 对那这波的话是把杂技解放出去了 是的 不亏呀赚到了 哇 这九手 这个位置 你追他也不舒服啊 对 这取月感觉有一点 但是球空了 那有点尴尬了 因为他刚才已经开过爆发了 所以说这波球空了 就进入了一个真空器 一个蓄力 蓄力招打到了 看一下这波 嗯 但是 现在我可以把这个人 我实在不行 我想把这个人卖了也可以 因为你终究是换挂了一波 终究是跑一个 换挂的人把他卖掉 对 这个局想去保平 求人者是非常好保平的 是的 是的 而且外面还有什么 外面这个邮差还在卡卡送这个修机器 对后面还卡这个可以OB的咒术师 嗯 嗯 那这样的话开出自己的二阶 那手上的话有三组雕像 嗯 现在两个人开始 开始打团了 但是咒术师被夹了一下 夹一下呢 是的 炸到一下 这远程放一座二阶吧 我觉得 哎 夹到了 嗯 嗯 那咒术师刚才猴敲过了进入cd 也搞不了 那继续再直接挂 现在得要有差过来 有差过来过来扯一波 嗯 猫猫那个位置也不怕吧 猫猫毕竟手里面是免隔血 对 趁死让你炸一下吧 对 除非 除非你连组直接把我秒在目的 直接被推了下 没关系 应该 应该没事 我差过来 对那你这波没有雕像 嗯 直接拿刀 嗯 一条狗 然后 精神 解狗 但是手里面棒子举起来 精神已经给你逼出来了 但是这个位置 对可以 后面就是墙 局也很细 是 那现在的话就是他们三个半状态的人去打一台半台密码机 嗯 没有会合起来吧 就机子肯定是差不多要够的 嗯 这半台是中场的半台可能没那么好修就多开了 对 只是他们现在的状态有一点危险 因为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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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跟咋就都是一大道 对 然后直接被排到了 是的 那现在如果能快速地处理掉一个人的话 其实取悦这把机会很大呀 是 刚才得赶紧处理掉 嗯 对 不能给拉扯起来的机会 我捏个球 得丢球了 嗯 往里面跳这个位置不好牵制了呀 要倒 哎 那这个白球就伏笔了 这波好难挂 挂了好久 哎呀哎呀 那现在的话是神坠 想要贴到脸上来 是的 那又给队友拖出了密码机 那这波这波的话 现在是趁着密码机没有压好 把这个咒术处理掉的话 是最大收益 但是现在的话密码机已经快 而且他没排到咒术 对 还没排到咒术 那有点压好了 那压好了就有保平面了 嗯 对 有没有炸倒压起身的说法 能不能 不给机会 炸倒了 但是不敢压起身 他的手里面三層猴很怕 三層猴直接交 那真没办法 对 这没办法 这个确实没办法 另外一边的话 呃 开门走就行了 对 哇 炸技 有点失误 有点小失误 但没关系啊 另外一边赶紧点门 对 因为邮差是已经送过开门秀了 车门信的 所以他直接冲就行了 是的 地窖的话再大推 直接船 没拿自己开完 没关系 这波邮差拉走 然后就是再继续过来点这个门 给压力就行了 他们现在 呃 主要是他们的任务 是只需要跑一个 所以说他们求人者 这把是异常的好打 所以说拉开也行 嗯 或者我放一个人在这里给你压力 另一个人去点小门 赶紧开完我跑了就行 对 对 处理咒术师 没关系啊 咒术师虽然倒了 但是 怎么办呢 你这个咒术师你得挂呀 对 你管不到邮差了已经 邮差 你风跑得快 还没贴到门 你别说这把 感觉 还真有点机会 真有点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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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坟场投过去 来不太急 稍微有点来不太急 一组一组的放 一组一组的放 对不要不要两个一起放 两个一起放 你炸不倒他的呀 你一组一组 就不让他开门 哎感觉 哎呀但是 这个南瓜 南瓜一生之底 南瓜是我的一生之底 我同意 对 我觉得无论是打求生者 还是打监管者 对 这个南瓜 这个南瓜 这南瓜容易卡闪 嗯 是的 看来大家都是一样 经历了一样的阻打 嗯 那也是可以恭喜FPS朱雀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那又连胜了呀 朱雀这个势头太猛了呀 对 我觉得他们真的给我一种 什么感觉呢 偏偏少年出掌成 先一怒马正芳华 是给到了低宝 是的 打的确实很亮眼 这是他第四次的最佳演艺 哇 MVP次数四次 曲经演一分 一万一千三百一十四 曲经孔军震慑次数0.5 曲经击倒求生者次数10次 曲经淘汰4人 天哪 我的天哪 四个 这个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迪宝最近这个发挥太好了 这也太好了吧 这不是说 我觉得都不是用好来形容了 是超级好 确实确实 那现场采访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交给主持人 哈喽 哈喽 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主持人曼妮 首先恭喜FPX朱雀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 今天我们要请到的是低宝安逸 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朱雀的低宝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朱雀的安逸 欢迎两位 今天请到两位监管者一起上台 咱们先分享一下心情吧 毕竟已经七连胜了 这个士气还是很强的 两位 心情如何 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妙啊 妙不可言 那低宝呢 心情如何 还是比较开心的 确实 那今天确实两位发挥的都很秀 互相评价一下对方的发挥吧 怎么样 我发挥的 也就 也就跟我打那拍的那些监管差不多吧 然后低宝那就不一样 一看就是 那种前三前一的操作的 我觉得大家发挥都挺好的吧 大家发挥都是 挺强的 今天确实的很秀 我相信也是双方的一个互相复制 才到达了现在一个七连胜吧 而且大家都说低宝安逸 说你们两个是保安组合 所以给了大家满满的安全感 那我想问一下低宝 其实今天低宝的两场发挥的都挺秀的 不管是说你第一局的破轮还是第三局的邦邦 想问一下你自己觉得 你哪一把的手感会更火热打得更好呢 都还可以吧 还可以 哇好谦虚啊 四抓 长军四抓还可以 那我先问一下你第一局 其实我第一局的时候 在上台前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疑问 你当时是在抽珍宝吗 当时 你每次上台之前都会抽吗 就比赛开始的时候 就每次上号的话账号上都会有一些就是珍宝 是吗 然后我就会把它抽掉 那今天你是出了一个什么 当时我们大家都看 我们大家都好奇 说你出了个什么 出了个金光 我不太记得 我出了三个金光我感觉 出了三个金光 因为有人太欧 所以不记得了 想问一下安逸 你平时上台的时候 你会先抽一下吗 你有吗 我的号好像有点贫穷 好像没有没有这个东西好像 怎么回事 我一上号好像只有零 那你那个骰子 只有骰子 只有几个骰子 人与人的账号怎么不相通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地堡第一局 确实非常的丝滑 不管是你的夹子还是很 还是你的意识都非常的秀 想问一下你有一波就是 是提前出去拦人 当时是前锋在椅子上面 你当时是怎么出去 灵性判断了一波呢 确实还是蛮秀的 当时耳鸣排到了吧 我感觉他就在那个位置大概 那你后面是怎么去操作的呢 然后就感觉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然后就撕抓了 后面我感觉有优势了 我想就抓住那个优势嘛 然后尽快结束 尽快结束 填马这就是一些自信 那想问一下安老板 你其实今天在第二局的时候 也是很顺利地拿到这样一个三抓 那其实有一波在二战的博弈 就你跟对面的祭司 你是提前把夹子丢过去了 当时你是心中预判 他有几成会通过那个地方上去 然后就吃到你那个夹子呢 就是顶尖求生的博弈 就是说你不需要知道 什么 就是懂的人 就一看就知道 这个丢的有什么意思 不懂的人就很难解释清楚 我也过于复杂难以解释 我懂了最后总结一句话 我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是吗 这还是一些就是平时打得多了 然后一些顶尖的求生者 不是不是 解释的时间太多了 我要说个十几二十分钟可能要 先出本书吧 最后教教我们如何博弈 那想问一下 你其实在第二波的时候 最后开门战也是 又是在二战那个地方 最后拦下来的人 你当时那一波是怎么想的呢 当时其实就是顶尖求生者 心理大师就是 就拆到了在哪 然后把它先滚下来嘛 如果它开到对面 我也来得及追赶 它不开到对面 把它滚下来 我直接一个闪 落地闪 就像说有点有点有点 就看吧就看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最后说了一堆 最后说不知道怎么说 怎么刚刚怎么跟这个 现在也不一样 你这个博弈思路好像还是蛮清晰的 虽然我觉得好像说的 也还是蛮多 最后出本书吧 就是给你这个建议 那其实大家说 你们两位长得越来越像 说是有点像双胞胎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 自己觉不觉得呢 就大家可能说 有时候不提计看 可能分辨不出来 我觉得还好 我感觉不是很像 我觉得不像 我也觉得不像 可能是因为 你们两个的发型比较像 因为都比较丝滑 比较蓬松 发量也比较多 那想问一下 想问一下就是情报局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滴宝看的自拍 你发了什么 什么时候发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 可能大概发了吧 如果没有发的话 那可能大概 应该有可能 找个机会发它 好 我们希望等到 那个机会 那现在已经是七年生了 想问一下两位 对于之后的比赛 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就这场发挥 这场发挥 在接在立吧 在接在立 好的 非常期待你们的发挥 现在青春巧妞的势头 也是越来越好了 那也是感谢来到 我们的采访 也是再次恭喜FPX 朱雀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 今天最后场比赛 由Rebomb对整GW 让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这里是厂房的门口出生 选择看一下沙包 进去沙包废墟是谁 是事实 这边是可以直接透霉到 对月亮门的 那看到心里的话 有点不想追 呃 直接转弯来到木屋 那这样的话 效耀 是的 应该是想追了 没错 这波木屋是有一个地下室的 如果在这边被架住的话 拉不出点位去就很危险了 是的 哇 直接刺激生高 那这样的话 感觉就只能在木屋这边了 这边本体或者原生 都有一个放狗的机会 原是直接一只狗 因为原生可以从内部去卡住 这个杂技 所以这只狗感觉 杂技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转了 对的 诶 可以回板 这波可以回板 企业没有把那个板踢掉 对 跳球 进去窗口 应该是内波跳卡掉了一口 那最后一口感觉得硬翻 是的 来回看 没有 非常完美的卡掉了 没有被钉在窗前 那这样的话 赶紧拉走木屋地下室 是的 这边短板博弈 手里的道具已经好了 那应该不会给他 再放一只 前面可以到窗口 没有选择交球 他还手上的球还有 还有一颗土 土球可以去帮他卡一波 是 这边有声剧 想选择先给卡一下 因为这只狗只有三口 那这样的话跳弹卡掉一下 这只狗又被卡掉了 是的 思销发挥非常好 是的 这一波钱感觉没法拿到了 可能要等一个追猎器 但是这个地方 诶 卡搏了 那这样给了刀 哎呦 那这波平地太亏了呀 是 前期是比较趋近完美的一个牵制 但最终还是倒在木屋这里 被挂到地下室 还是比较亏的 如果这一波再骗出一个寄生来 往木屋的角落去导致掉一个寄生的话 那简直是完美的 不能再完美了 没错 这两块板其实对孟 牵制孟之女来说 还是比较安全的 对 因为他嘴底还没起 你两块板都可以下 然后去打一个绕圈嘛 必达踢板 诶 这边前方过来 哇 哇 地下室撞到了 那这样无伤救 而且另一个信徒在外面的话 刚想去干扰 这里是拉了一半的球 看一下这波咬能咬到谁 想要杂技 是的 那楼下上来的信徒 感觉还是有机会帮忙撞一下的 前方这个位置很安全 没错 比较远 手目已经把自己的寄生拉走了 这波寄生手目有点太贪了呀 是的 他甚至不给这个杂技寄生 我是有点没想到啊 是 那这波出来能找到吗 诶 甚至直接找不到杂技了 不会吧 哦 那边狗还咬着 那 那面可能是需要切个闪 拉走了 那没事了 这个寄生应该直接去掉了 对 这边两个疫区 这波地下室等于是什么 白挂了 而且 给到的 疫情了 疫情了 哇 远程直接一个疫情 哇 起研裂开了 是的 那波寄生千不该万不该去摊守牧人呀 太不应该了 限 限中的一个寄生被去掉 然后前锋地下室无伤高人 私下要上来再补一个疫情 这 别人是双喜临门 这起研直接是大难临头 然后三重拉节奏的点被拉回去 是的 那这边的话 即使狗咬了一刀 还是可以吃一刀以后再次去牵制的 是的 这一狗 还有机会被卡掉 四交腰 还有一个红球没有交出来 但是这一波有个危机 呃 哦 它也不用交 它满状态 对 因为它有二次陷阱 感觉我们有点 我们有点大惊小怪 是 我吃一刀无所谓了 对吧 等你进来 你再给我补个寄生呗 对 这边又想移情 但是 但是还是忍住了 对对对 看 看到舌头那一刻起 就觉得可能会有隐身狗嘛 对 就是母体靠过来嘛 母体标志靠过来 所以打断了 对 这边 移情是进入cd 对 最好是直接送寄生 哇 雪赚 对 这样的话 本体又没有一个寄生 而且 倒在沙包 最后一台迷法机 而且单性图 而且单性图 前锋直接ob 先放狗你才能挂 你不放狗你都没法挂这个人 是 那前锋这一波只需要卡掉之后 稳就一波就是够了 是的 虽然没有化险为 但是密码机的进度上 感觉是够的 而且熊者非常稳 是多开了一台 对 太稳健了 因为节奏太好了 所以这边是 球中 稳中之稳 是 现在把石销挂在了靠月亮门的一把椅子 是的 我们看到密码机也即将压好 对 87 忙90 够了呀 这里给守木人一个贴门 守木人或者心里一个贴门的时间 然后再就会好一眼 是的 但现在底牌还没交 说不定有一个机会 看看门战怎么去打 是 这边是想要来守木屋的密码机 觉得守住了 但其实压住的是另一台 没错 另一台是更多的 对 另一台是60多 是的 喜言 感觉这波是上当了呀 去 分出一个信徒去管木屋 那远程只要 外围只要有人贴到门 砸进那个点 找机会自趋 是可以直接通电的 对 这边来寄生前锋的话 那这时候求人者就不着急了呀 慢慢的把自己的信徒去掉 那就不是一个三跑了 可能要去想怎么打四跑 是的 但是他们要提防的是什么 诶 石销的寄生送掉 那应该直接通电 诶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前锋那个位置 得先把机身拉走再去点门 是的 40这个走位 是想去大方吗 他想帮前锋 哎呀 他为什么往大方走 他是对 他路上前绕过来 夹到他了 对 狗那守木人还有铲子 这个门开了 守木人有铲子 是能扛刀的 能不能扛刀 打到没有 打到了十球 哇 这道具还没有扛到 是的 那这波心里还在外面呀 对 那远处仔仔应该是在自驱吧 好像没有点门 是 仔仔来了大门了 他手里还有半个球 敢操作吗 没有操作 直接放了下来 对 对这边 但是接了传送 实际上这里是恶挂 为什么齐恩 直接给放了 他怕被操作下来 怕走在路上被操作下来 是 心里是去大方的地窖点的路上 这边 哎要不要再放一下 齐恩 咬下来了 咬下来这边拿机身打倒 是的 看一下有没有说法 潜意识到了 潜意识到了 去找心里 能不能排到这个耳鸣 感觉是能够 捞回来一个平局啊 对 这一下嗅觉猛不猛 就看你自己了 而且40压技以后60秒 已经没有碰过任何交互点了 这个时候 马上就要冒乌鸣 只要小门没有耳鸣 没人点 就没关系 对 这一波牵起来 大门也没有耳鸣 冒乌鸣了 牵起来那边感觉不能挂 但是 不能挂 不能挂 得先过去补一个寄生 对 让那个信徒 那个信徒堵着他 堵着杂技 拖一个信徒的传送出来 但他必须得挂 因为他不挂的话 一会儿这个心里拖 拖完挽留 然后这个杂技再一致于 万一他去走一个大门 那就是个四跑 但是这里10秒钟的一个 挂 的挽留时间 感觉也不好拿刀啊 心里是直冲 哎 防地叫点 还有4秒钟 3 2 1 完蛋了应该是来不及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还是稳 就拿下了一个三跑 拿下了一个稳稳的三跑 对的 如果那一刀扛到 小木屋出生 那应该是往一板一窗小树林看看 是的 这边小树林是 陶行的陆裂 哎呦 第一个直接找到了 这个上来就是一个真刀真枪的追逐了 对的 这一波大门直接补上一个机身 想要去骗 骗掉机身以后再翻出去 是的 然后再把原生给拉到脸上 应该是想用原生先摊一刀 是的 但这边陶行很聪明 翻版加速以后 马上找下一个板去 这样的话 规避掉原生这一波的追击的话 嗯 再即使你放原生狗 我去吃原生一刀拉对角线嘛 但现在唯一要小心的是什么 自己的机身可能会拉到 对 想要吃到这一刀以后 必须去把这个机身性度停下来 这边还想卡狗 即使已经动起来了 那第一刀先拿到 那即身应该是没紧的 还在跟 是的 那这样的话去大罚就很危险了呀 即使有一个自动踢板的机会 陶行这个地方不太好走啊 是 瑟瑟能意识到吗 这边 哎 已经被陶行偷偷停下来了 是 这一波 那就比较亏了 而且色怨三块板子全下 陶行进去以后就很安全了 对 这波隐身狗也很难交 就感觉瑟瑟有点太想隐身狗 就击到他了 是的 他其实切是有机会的 而且还能击倒在那个 大房附近压到遗产 是的 那这波隐身狗咬到 应该也是不出意外的击倒了 那可以选择继续用原生 然后再把寄生交到中场的 佣民身上 在挂人之前就能够寄生一个救人位 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是 这波是往回牵 不想离自己的灵鹫太远 是的 哎 但是拉过头了 看一下 哎 这波四合 直接压住了色怨的遗产 是外面有个信徒 刚刚如果要是他敢的话 切过来拿一刀 还是有机会的 嗯 但这边是更想的去快速追击这个 入链的节奏嘛 因为这局他只需要宝瓶就可以了 没错 那其实我们想想 如果说刚才测测把那只原生狗给省下来了 那他现在处理这个路链是不是 对更好处理了 进而易举的 刚好拉通嘛 但这波是 这波可能就要 逼掉自己的一个寄生 或者说闪现了 哎 这波停的 停的时机没把握好 哎 给潮芹有个格窗窗窗窗 没有 哎呦 切底牌了 那这波二次牵制已经算是比较合格了 不仅吃掉寄生 而且吃掉底牌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一来一回 从厂房的那一波信徒被淘行偷停下来 测测没有发现 到现在他就是浪费的一个狗加浪费的一个底牌 是 而且母体的技能完全没作用了 没错 所有一个闪现可以用 没错没错 但这局唯一的遗憾是什么 他是走过大方跟四合去的 所以干扰到密码机 密码机我们看到 即使这波下来还只是勉强三坛 而且关键是两个文盲 拥兵前锋 两个修的是真的比较慢 没错 那已经拉了 是交了好多的球 哇 超远球 但这边没有选择在椅子面前撞 想着过来给到救人的机会 他要留球后面再去欧逼 这波熟悉 一刀 哎呦打到椅子上 那这样前锋是满状态后面 太伤了 他就有机会了呀 对 这边拿到掏心一刀 我觉得这波其实送进生会好很多 对 但是这波给到原生的话感觉 他是想倒一个好一点的位置吗 但是再好的位置 也扛不住一个寄生相 也扛不住那个三星图呀 因为前锋马上可能要被捕 哎 这怎么不去捕前锋的呀 呃 这波是想要先拦住前锋的位置 再去挂这个人吗 这样打得好保守呀 对 这波给 不给前锋上的话 他跑了 你下一波这个寄生 又得去找他再给他寄生 而且你CD浪费了几十秒呀 你现在寄生的话 你等一下CD不就找 早用找CD嘛 是的 那这样的话 感觉 二次序节奏很难找到自己想追的人 这边是个加星 还有一个前锋 是的 闪现过来补一个寄生吧 逼一下佣兵的 怪 但是单信徒其实也没那么好逼啊 所以 只是稍微管一下 但是问题在于加星他手上是有纸圈的 你这个 寄生给他是不算的 你给杂技 或者给前锋 反而能够限制到更多东西 也能BB他们的道具嘛 没错 这边安静是想要趁佣兵拉走自己信徒以后 去通木木的密码机 原生 这时候要站在大门 是的 所以这样来回拉扯的话 密码机是可以被慢慢磨掉的 他现在没有狗的情况下 只能靠一个CD非常久的闪现去拿刀 那是很亏的 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最关键是前锋那部无伤救 他打椅子了 不然这个犯状态前锋 现在我有一只狗 我是或者有伞 我都可以突破你 对 那一波无伤救 让求生者的节奏 好得太多太多了 没错 那这样的话 给大门补到寄生 这时候原生赶掉去木木 其实前锋就可以送到寄生去修大门 是 是的 那我们看一下 两边互相拉扯木木 和大门太远了 不是很好控啊 没错 等一个闪现吧 我觉得 前锋那个寄生 是可以送的 但是 色色也知道 对 色色也知道 你这个时候如果送到寄生 我这时候还手上没有寄生的话 你前锋就可以修一定密码机 但是我停在那里 你始终不敢修 万一我切过来突然给你一个震神 对不对 所以你寄生CD快好了 所以赶紧打掉 打掉以后再去补一个寄生 等一等我寄生CD 因为打寄生以后会是减少一个冷却嘛 没错 然后这样的话前锋 即使能修那么一点 也没有直接打修得多 是的 画画这一波就只能去利用自己的 呃 纸圈在厂房找个位置自虚了 是 然后再赶紧把原生调回去木屋 他就是拖自己的技能CD 如果说这波杂技被闪现找到机位 拿了一刀的话 那求生者 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调整了 因为他们还需要打状态 是的 这个时候佣兵有个选择 可以跟前锋去互驱互摸 或者说去给大门一个压力 因为这时候前锋是可以把自己信徒拉脱的 原生又在木屋 那大门这时候机子是没人守的 是 所以闪现还有一秒钟 没有选择直接 闪是想再压一下 是的 木屋的密码机也非常多了 感觉这波要找找机会了呀 嗯 对 大门的密码机其实也很多 这一波就看到开门站 看追随吧 没错 得该找一个人针对了 安静这边也是比较稳健 一直在往后撤 不给原生交闪的一个机会 再补一下佣兵的一个寄生 那这波的话 其实密码机是可以佣兵送寄生以后强点的 对 那看一下求生者这边怎么抉择 还是选择稳 因为他们觉得只要巨神去掉了 我保一个佣兵开门站满状态 那我有机会三人三跑 因为他们道具都比较充足的 是的 关键是佣兵满状态跟半状态 在开门站 完全不一样 那满状态他不仅可以吃刀跑门 也可以在门口帮队友扛刀 这是两种打法 没错 看一下瑟瑟一直找不到节奏啊 要不考虑去找一下前锋 开门站就追前锋嘛 把他道具给逼一下 我觉得再这样逛下去也不是办法 对 或者就是感觉他是不是有意的在留闪现 留这个 交了户外 那熊者感觉能开了 但是没有人贴门 所以不想开是吗 那不然这忽然不是白交了 哦还是开了 前锋在点大门 这一波孟子女巫 能不能迅速的去 用闪现找一个机会 是的 不管是闪随 能闪到就行 这闪就好了 没有闪 刚才那个地方 哎 嘉欣的心图 那这样的话有机会闪 但是拉脱了 是的 这大门点开了 这时候砸起演员的球要是好了 直接走大门 最危险的两个人走大门了哈 就有三跑的机会了 是的 嘉欣那边满状态怎么去留啊 而且排到了地窖的位置 天哪 我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开局 为什么要在中场追人呢 直接去管门口不好吗 大门开密码机 你不去管大门开门 为什么要在中场管人呢 你有闪也不敢交 是 他感觉我以为 我也是个杂技啊 哎 这边是出生在四号机红毯 没错 四号机这个位置的刷点不是特别好啊 因为人都会往小门 往右半区 往墓地的方向拉 是的 这边中场来看一下 小推的人都拉走了 卡耳鸣 看到了 40 怎么让病患在脸上卡耳鸣啊 是的 我前面说到 你带一个化险唯一的病患 你这局是不能切之间 而且这里好像洞还没来得及打吗 只像刚下完板洞还没打 看一下这一波选择直接追敌尸 哎 但这个位置 还预判了一下预判了一下这个球 是的 哇 这也是非常果断 直接踩球 是 插机球的主要处理方法就是 将你的三个球处理掉 没错 就没有没有能力了 而且前还顺便看了一下中场有没有人在修 是的 这边是可以换追的 对 也是带了一个兴奋 兴奋已经好了 这一波 哎呦 但是交晚了 是的 这个时候能进入版区一句博弈 这时候有爆发非常快的交互 能让红蝶很头疼 是的 一个预判 哇 爆发是翻了真快啊 天哪 那这波的话 背到了两只蝶 还有一个兴奋 迪士射里太秀了 一球 哎 贴墙 是卡掉了 卡掉了这个球的一个击退 齐然也非常细节 那这波给到一刀以后 哇 一个预判 卡摩反走 是的 迪士这波反走 惊艳老道啊 是的 这波还有一个球 但这时候没有兴奋了 要看这个蝴蝶怎么飞 哇 这个球太牛了 是的 感觉就是齐然飞过来的一瞬间 迪士已经准备好了 直接给你打出去 是 这边翻满加速 还能再去拿一个距离 这边 还是飞过去 预判飞 就感觉齐然千只红蝶好老道啊 完全知道 是迪士 是迪士 别太紧张 别太激动 迪士的操作真的是非常秀 他这波感觉是在 齐然飞的一瞬间 他已经翻了 哇 太秀了吧 是 他这一波是开了爆发 但上一波的那个预判是没有爆发的 对这波球又好了 还有一球 兴奋都快牵制出来 已经三台密码机了 又打中了 但是这一球是一个爆发球 所以迪士是把最后的一个球也交掉了 哇 这边还看错 觉得以为转发过去了 还以为他就翻窗了 是 现在 节奏有点坏了呀 就是后面最后的两台已经都摸上了 又翻过去了 偷皮发麻 就感觉他是个门 一个接球手加一个杂技的合体 是 就每次飞过去 金小卓能翻回去的一个角色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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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這波感覺中場看到病患就選擇追擊球手 有點太相信自己了 他怎麼說呢 就是覺得我如果把病患給秒了 那你擊球手來保病患還是個雙彈的 對 我沒辦法處理他 誒 外圍是直接無傷偷了 那你現在在換病患的節奏 除非你秒在遺產好吧 除非你秒在這裡面 但這波飛能打斷嗎 沒有打斷到 前這個蝴蝶其實交的不是很好 他應該交在病患的前面 能夠去擋一個勾爪飛 對 讓他沒法勾 但是他選擇是拉到了最後去封住病患 往那個門口的路線啊 是 那這樣給到勾爪交出來的一個機會 是的 現在手住密碼機 你就算回去管遺產 外面這新開一台其實也無所謂 外面新開一台已經20%了 是的 化險唯一還在外面 這時候病患是個滿狀態嘛 小女孩還是可以適當頂下壓力的 是 現在 主要之前不敢離木屋太遠啊 他這交一個 交一個疊 拿不到刀他就得回小木屋了 沒錯 這邊是想要去 找一下病患的麻煩 看一下這波短板博夜 哎呦 折掉了一刀 但這個時候有個近板的說法 血利刀還是沒拿到 再砸一個頭 雪上加霜 是的 另一台密碼機也已經快壓好了 這個時候給到一刀 感覺可以 可以等貼門再開 哎是 這波不是很細節啊 這波對熊子來說 沒有人貼到門就開了 對 那這樣啊 祭司那邊是在防船 防了一下傳送 直接沒有點門 是的 這個時候是帶著幽斃的嘛 嗯 既然反正點不動 我覺得祭司可以在大門邊上起大洞啊 起大洞點嘛 為什麼這麼 保守呢 就是你直接在邊上欄杆起個大洞 對吧 小女孩的小門 你這個大洞一起 你再去點這個門 甚至有機會試跑啊 但是 這邊也是沒得太大辦法 因為病患畢竟沒有雙彈嘛 是的 而且在墓碑 其實病患是很難交這個勾紮的 這邊是想要去傳大門嗎 哦 飛一下 放了下來 還防了一手化險圍儀 因為他不確定祭司 有沒有這個化險圍儀 是 但兩個門都點開了 都在門裡 這個時候 感覺沒說法了 對 那就 又是一個三跑局吧 對熊子來說 這裡應該是起不太來了 沒錯 那這樣的話 就 恭喜RW在第二局 又拿下一個三跑 這裡是墓地出生 花園是安靜 安靜的郵差 找到了 撞到了 非常的快啊 自己最想追的人 是的 但是郵差這波 還是可以稍微的拉一下距離的 就看後續一個牽制了 這邊也是直接透模透盜了 直接進去 應該提前攔截 神劇掉的非常快 然後 這裡 直接就拉到臉上 沒有選擇 在那個大推地方跟他反跑一下 一個 拐腳狗 這個狗都沒有咬到嗎 是 這個狗感覺是想 預判他躲狗的一個感覺 對 這個惡連雷 色色連得非常的準 因為沒有快踢 所以踢板比較虧啊 這個地方是能架住的 又一個精彩的惡連 是 那架在這個地方 只要慢慢炸 鐵速就有了呀 單雷 安靜吃了一個單雷 閃現還沒好 現在就 不著急色色的 存兩顆以上 存兩顆以上 存兩顆以上再轟吧 這時候身具很近 進入下個交互點 感覺就有了 搶轉出來 又一個斜向雷 哇 安靜沒有去騙色色的一個周圍啊 他的一個躲雷就是沒 說白了就沒躲 是 對的 就是想去近板 但是被色色給預判到 他沒有去跟幫幫博弈的那種 我假裝往右走 再拐回左邊的一個說法 是的 我們看一下臉上是陶行 哎呦想通過耳鳴那個位置去用 盲炸一下 炸一下哎 呃 場上密碼機節奏其實也還可以吧 因為 畢竟幫幫嘛 雖然說開局撞到 但色色他也是花了四個雷才炸到的 是的 那這波加新的位置還是比較遠的 而且他被通緝了 這邊是有小女孩在卡著 嗯 感覺應該也是一個故技從事了吧 這裡可以賣了 賣了以後再去打一波三人三炮 是的 但是兩個人從兩個角度過來 密碼機是停滯的感覺 哎 沒過來沒過來 加新那邊被通緝了 所以還在修 那畫畫在小推 他應該是想跑想拉點吧 就不太敢修 所以是直接走了 碰了一下密碼機直接走了 現在椅子上的人抱了幫幫去墓地 那 色色能不能發現密碼機在抖動啊 沒有發現他還在圍繞這個中場找耳鳴 是的 他手上有個閃現 如果能夠逼近很近的深距 炸到兩下閃現是有帶走銜接二次節奏的機會的 是的 但這波是感覺 在修的肯定是不怕你的 但是他沒有看密碼機 他沒看小推那台密碼機 他就看了大推的 最終在原地待了十秒鐘以後 還是選擇去追這個小女孩 那你一開始為什麼不直接上呢 看那一密碼機幹嘛 外面是個雜技加傭兵 他們會比小女孩更好追嗎 不會啊 是的 雜技可能這邊也是一直在他看密碼機的時候沒搖嘛 對 預判了一個樹葉 然後 看一下這波二連 有機會連一下 但是短了一點點 畢竟只有一接 就是一個預判樹葉 推了一下 那這波感覺很難去進行個快速擊倒 炸彈都用來拉近升距了 是的 哎呦 這波二連雷陶星躲得非常秀啊 沒錯 不愧自己也是個老幫忙玩家 是的 那這樣的話閃現能擊倒 但是密碼機已經差不多了 密碼機已經來到了破壹加速 想用兩個雷炸 是 這邊還有個樹葉 再推一下 確實炸到了 看一下這個遙控雷能否收尾吧 直接炸倒 但是密碼機夠了呀 是的 物地開了以後 密碼機 就是能夠壓好的狀態 但對於設置來說 他這把 就一個目標了 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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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閃現還捏在手裡嘛 就是 是有挽留的 打個針對嘛 是 不下以後就打一波針對 不要起貪戀了 就是 所有的目標盯著 這個小女孩 對 我覺得他可以什麼了 他把人給打倒以後 但是他這一波本則出來了 那這樣的話 啊 沒有閃現身具了 想抓的那個人 這 這 來 這不有抓臉的機會嗎 不過砸起來被洪光騙到了 是有一點閃現機會的 要閃嗎 要閃嗎 沒有閃 哎 一刀 那這個火球交了以後 還是會被閃到 是的 這裡就有閃現身具了 因為他知道CD 那個球的CD是美好的 是的 那窮者方化銜維用在了 小女孩身上 所以已經沒有化銜維了 看一下這波把人掛到小推 其實他這波比較 冒險 確實 比較冒險 但還好 我剛才那個地方 有點沒懂畫畫網 那個窗口去了 他為什麼要選擇繞回 三連啊 在 哎 這邊是出生的甲門 那麼中場是一個迪斯牛仔 哇 上來就追到牛仔 其實也不是不行吧 因為你打倒了油猜 那你還是要追牛仔 是 但是 求生者這邊有個細節 施肖要上來炸了個密碼機 來爆一下點 因為這就沒有先知嘛 那錯 需要這麼一個 炸密碼機去獲取求生者 監管者的一個位置 動向 對 就你可能可以推出他的一個出生點 但是你不知道他出生以後 又往哪走 是 所以這一波炸一下 確實是個不錯的 有用的小細節嘛 對於大家排位也能用到 這邊是抓祭司 那兩個蝴蝶 哎 小換鑽 哇 前這邊也是非常的穩健啊 是的 那這樣的話 感覺第一刀 非常的耐心 有了 一個 回手套 是的 再次往中場二樓轉 沒錯 手裡的洞還沒好 是的 這時候去繞這個大模型 因為他這時候是不敢跟他玩板子的 玩板子會倒的很快 哎呦 哇 直接閃倒不讓你進板 但是閃線交了 迪斯就在臉上 對 但離的椅子太近了 三步一放都可以放上去 何況這都不 就是你這個劇情牛仔還沒續好 對 還沒還沒續好 對直接就掛上 那這波追擊前頭是比較快的 那很難受的呀 祭司上也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窮者來救人 是少一個化險為一的 是的 那這樣的話 傭兵出發化險為一以後 祭司感覺也很難二次牽制 乾脆就倒在獨棍角落 讓牛仔過來歐逼一波 是的 是的 看一下這波救人 應該拿一刀 哎 手上 嘴嘴手上已經有洞了 是 選擇了是自己去牽制 那這樣的話 哎 哎呦 這邊 這邊其實 為什麼不往那個後牆靠呢 往後牆靠感覺能打出來一個洞啊 是 他選擇是往獨棍開始倒了 那牛仔也過來了 這個距離 哦 這個位置應該是排練過的 是的 但是牛仔感覺位置有點遠 這邊有地上似的 這地方應該要放一下了 是 那現在這三步能進到地下室 就不會被躲下來了 哎呦 這波博盜了 對 那這樣的話掛到地下室 這波拖的時間並不是很久 怎麼搖下來啊 有機會嗎 哎呦 因為他帶的是個化險圍儀 然後再加上一個單彈嘛 所以根本就沒有 多餘的人格加點去點到這個壞搖上 所以很可惜就沒有搖下來 沒錯 太可惜了 就是有牛仔的體系 我覺得就算是帶化險圍儀的人 他也可以考慮去帶下快搖 是的 那這波牛仔是沒有化險圍儀的 這個地下室的人不敢救了呀 那祭司手上兩個洞砸手裡了 直接賣了呀 而且還可以瞬間進入一個追擊牛仔的節奏 是的 這邊直接飛過來 但是 這可是迪斯啊 迪斯是 老千字紅蝶高手了 上一把就是他 看一下這把錢能不能找回場子 原地先抽了一刀 哎呦 這個身位還沒搞好牛仔砸頭可太 哇 這三距離吧 一個世紀 這直接過了一個世紀 我感覺 對我感覺這可能是三距離吧 對 太久了 比開了一杆槍還久的感覺 感覺跟車撞了差不多啊 是的 那這波很穩健 過來拿一刀 而且牛仔還放了一個順發勾 浪費了自己一段 勾子的CD啊 是這波瓦費斷了 閃現即將好 這波閃過去能夠快速擊倒嗎 預判了 但是 倒氣還是快快的 但是不夠快 是的 這波最後一台密碼機 好一台整機 對 直接切的技能 對齊岩來說 最後一台整機怎麼打很關鍵了 是的 傭兵這時候是半狀態 他的速度又比較慢 但是郵才來得太早了 郵才這個地方被逮到了太早了 不過齊岩可能會覺得臉上是一個傭兵 所以他不敢拉出去 他怕拉出去以後被無傷救 他覺得這個不會是郵才 不過現在看到了 趕緊打啊 逼救吧 逼救的話密碼機是不夠的 因為他知道外圍是傭兵在修 還放了一隻預判狗 但是沒有中 這波 是被這個柱子擋到了視野 沒有飛過來 但是沒關係 下一個蝴蝶 應該還是能夠擊倒的 這邊很難有什麼很好的勾點 讓牛仔去拉開一個身位 前面應該是要勾一個反身勾了 哎 但這邊對刀器的綁過很好 再進行個反走翻過去 但是 刀打倒 可以把人往獨棟方向的椅子掛 把人往獨棟方向掛 不要再掛原地了錢 沒錯 感覺是知道傭兵破譯的就是獨棟外的密碼機 兩個人在搶 看自然密碼機 感覺他能攔得住啊 能攔得住 沒有人敢待在密碼機邊上的 是的 炸了個機把油猜先處理了 重心要放在防守密碼機上 一隻狗咬到了 很可惜啊 他這一波這個蝴蝶 如果能直接打到油猜的話 對 那就是很有機會的 手密碼機一直打了 是的 現在 找一個疊 飛得有點遠 那邊油猜 感覺要一起過來搶 搶開了 搶開了 先拿一刀 那這樣的話感覺能搶開嗎 呃 不打了 不打了 跟著 等傭兵倒地 求人者必須要提前去點 騙 再騙 這波馬上要倒了 傭兵 必須要點 不點的話 一個人要倒地了 完了 那這樣的話 舉傭兵 舉傭兵啊 錢 這波油猜一個人在臉上 油猜要倒地的話 要四轉啊 啊 那牛仔這波回來了 看一下牛仔的耳鳴 先舉傭兵 那這波牛仔在臉上 看到牛仔的位置 感覺可以放了 哎 勾了一個板子 這波短板作業 直接把疊給倒掉 再將一個疊過去擊倒 哎 他想掛 對 覺得這波 他怕油猜擠了 他他想掛 那再再去舉油猜 你不敢開 我把油猜 舉到密碼機附近 他是舉到椅子邊上嗎 哎 那 那這波亮 哎 放下來的一瞬間 是 但這個人他是救不了的呀 是的 兩邊打拉扯 看一下 感覺有所謂 等油猜去門吧 不追油猜 我覺得他得防臉上這個牛仔 是的 牛仔這邊的話 有個大模型 能夠卡住 但是 但是他有傳送 對 這一波可以直接飛出去 再傳椅子我覺得 他是選擇逼出來以後 再傳 再飛椅子 但是沒有騙到牛仔啊 對牛仔也是很穩健 因為椅子有個透視功能嘛 是的 能看到紅蝶的走向 對的 呃 我覺得他就應該拉出去啊 拉出去拉到左邊 看到牛仔想去勾人 他有 有方法可以去傳椅子的 對我們看到目的外 是個地窖 這波有沒有 哎呦 一個反向在空中的一瞬間打倒 是的 前也是非常會防這個牛仔 這邊門已經點開了 傳送過來 只能看到油柴離去的身影 是的 其實他應該更果斷一點 早點去逼牛仔 他前面的時間是 完全是白白拖給了油柴點門的 是的 油柴當時在臉上呀 沒人點門 你就直接去逼這個牛仔 但有一個風險是什麼 嗯 就是這麼大一個模型 他走左邊 牛仔就是對應的往另一邊走 如果他逼的帶過去的話 其實牛仔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動手去扯人 他可以舉個勾子 把椅子上的人勾下來 這一次假門出聲 看一下往中場 中場是安靜的郵差 在往紅地盒拉了 趕緊跑 對 這邊是前面兩個人 想去排一下兩個人的位置 獨棟這個位置是會被一個鏡子架死的 但是這邊想來二樓找一找 獨棟是雜技 中場是先知 也沒上去耶 這樣的話能動嗎 這怎麼秀的呀 這秀的也太準了吧 哇 一個空地找到了安靜 但這個鏡子 被原地捨掉了 哎 還是比較穩健的 第二刀是在 在堪堪卡位的位置拿到了 是的 那這樣的話 開局破一速度我們看 非常快 沒錯 就是大家都在貼 貼紙密碼機猛修嗎 只有安靜 一個人跑著跑著 還是繞到臉上了 對 下一波 下一波鏡像感覺可以靠鳥去防一下 沒錯 還是能拖一波 這波感覺得要鳥了 哎 打到鳥上 那這樣的話 不過是一個平行鏡像啊 是有可能一鏡雙刀的 是的 手上閃現也好了 能進板嗎 哎 這裡甚至想上車 但這個位置上不了車 你得交狗 哎呦 直接閃現擊倒 那也還行嘛 B速的閃現 就這封信沒送出去 是比較虧的 安靜這個走位 我覺得他得去板區兼博弈 先把信給送出去了 那如果說你真想考慮上車的話 你得把這個狗給交了 沒錯 感覺這波他轉眼思路不是很明確 如果他那隻鳥要了以後 直接就往毒洞走 但是他是剛好去二樓的 那這樣的話狗再給 甚至你連閃現的 雜技如果被拿到刀的話 他是救不了人的 對 這邊被拦了很危險 但是 好不幸啊這個地方 跳過來了 還要卡一下淘汰進度 那洪夫人的話 到了椅子面前 手椅能力就很低了 哎 但是安靜這裡也沒有選擇 不能放一隻落地狗 而是繼續送信 看一下 那他覺得讓隊友修得快一點 更好嗎 是 這邊 平地狗就很難咬到了 哎 回來咬到了 咬到了 那架的話往前走 人進板區 那捨掉一個鏡子 哇 我的天 大氣層 江宮補過了呀 是 他這隻狗直接就是江宮補過了 是不是現在沒法處理 等下一個鏡像吧 對 而且最後兩台密碼機也已經在起了 那只要再吃一個鏡子的話 感覺是有一個贏面的 這波 熟悉的位置 經典地標 經典人物 他 差一點點又經典重現 再逼多一個鏡像 哎 擊倒 那最後兩台密碼機也50了 掛上人以後只要出 感覺得考慮往中場掛 對 得考慮往中場二樓底下 要去干擾這個密碼機 是的 他不能直接掛在這裡啊 呃 直接掛了 他選擇抬鏡頭去干擾嗎 是的 我們看到啊 這邊畫畫是有機會被擊倒的 又是再次直接走過去嗎 但是他就比較遠 他去管畫畫的密碼機 管紅接合的密碼機子 是的 是 這邊也是直接扯下來 因為已經畫成唯一就夠亮了 再來一封開門信 這 這結局應該是開門信的 哇 這個刀器 對 把控的非常好 呃 鏡像已經交了 要開趕緊開啊 現在是鏡像CD 我覺得熊者可以考慮開了 是的 郵差這邊可以上二樓去讓 哦 密碼機是還沒好 密碼機差一點點 所以現在是在CD最後還有3秒的時候開掉 但現在兩個熊者怎麼靠在一起了 又是一隻狗 哎呀 還是 打倒速度非常快啊 對 這邊是有 而且離一直很近啊 墓地門能開嗎 那邊是 已經開掉了 開門信的 那花花可以走中場地窖 兩個人直接走 又一個車又來了 又來了 瑟瑟 花花最終是跳了地窖 那是恭喜Rebo獲得本場比賽的最終勝利 是的 這把前幾 瑟瑟已經處理得非常好了 處理得非常快了 對 但是怎麼辦呢 還是二樓那隻狗啊 而且這是郵猜 這就是郵猜的節奏 對 你哪怕帶了優弊 哪怕開局打快了 但 誒 畫畫 是的 這是他的第一次之家演繹 局員演繹 6322.67 局員牵手指章36.06秒 然後 局員破役精度184.33 是的 破役 第五單當了 三局下來 場軍破役 基本上兩台 是的 就感覺 在破役上面 也沒怎麼撞到 沒怎麼撞到監管者 然後會有比較好的一個 修機氛圍 就 嗯 感覺我們還是沒有算到這一步 對 真的是 也足以說贏嘛 那現場採訪也是準備好了 讓我們把畫面交給主持人 哈囉 歡迎來到採訪期 我是主持人曼妮 首先恭喜瑞鵬獲得了本場比賽勝利 今天我們要請到的是奇言和陶行 先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瑞鵬戰隊的陶行 哈囉大家好 我是瑞鵬的 我是 我是平保 已經忘記自己是誰了是吧 好我們先來平復一下心情 剛剛最後一把的那個三出 確實好關鍵 而且好快呀 想問一下你們的心情吧 先問一下陶行 你剛剛打的之後 心情如何 緊張嗎 心情還行吧 壓力不會很大 因為是 就是保平打架石嘛 然後三跑就贏了嘛 就壓力不會很大 畢竟是個洪夫人 因為有先知嘛 所以說平局應該是底線 然後三跑 對 然後三跑就是他多飛了個鏡子 就電擊就夠了 確實也是抓住這個機會了嘛 一吻為主 最後打出這樣一個非常漂亮的三出 那想問一下奇 你在下面的時候看到自己隊友 完成了這個三出 收比賽了之後 心情如何呢 骂我的人應該少一點了 今天只能說是你們的手感 也是經過前兩輪之後 越打越好嘛 今天其實在最後一把的時候 雙方都會發揮得不錯 那想問一下哈 今天最後一把的時候 覺得最佳演藝會給到誰呢 是最後一把 最後一把 安靜和浩浩都一口了嘛 因為 安靜是多 多捨了一個鏡子嘛 然後浩浩是頂著通緝去救人 然後救下來了 就兩者功勞都很大 而且你們那個開門信 還有那個狗 不可惜 感谢观看 其实我刚刚也是在第三局的时候 起研你在后期的那个时候 我们当时在下面看的时候好乱啊 那个时候最后一台密码机 不知道到底要打谁 不知道到底要挂谁 我们当时心里还特别紧张 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场面确实很混乱 因为他们当时在抢电机 说明电机还没有压好 然后就打一刀佣兵 然后就站着 看能不能谁亮机就行了 就这种局就已经是一个 三抓起步的局 就很正常 就三抓 每次抓我都觉得亏了 你那个时候其实心里还是蛮有底的 就自己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是这样的 那我想问一下之前 就是前上来的时候也说 他觉得前两周的那个健身还是颇有成效的 那想问一下桃琪 你觉得这个健身对于你来说 这个成效有吗 成效还是有的 就对我来说很减肥 然后就是我健完身之后腿就会很酸 然后晚上就出去吃不了夜宵 就只能点外卖吃一下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 吃夜宵跟点外卖 都是减肥嘛 就健身也减肥 然后吃外卖也减肥也减肥 这是我听到的 就是吃外卖和夜宵 竟然还不一样的减肥是吗 好那也是想问一下 也是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确实看到你们这一周也是状态是全面爆发了 想问一下 就对于之后的比赛有没有信心 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于自己和队友说的呢 就希望大家能多支持我们 多多鼓励 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加油的 去打好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 是的 钱呢 一样呀 一样呀 我会越来越强的 对 好多相信你们也会调整自己的状态 那今天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么也是感谢来到我们的采访 谢谢再次恭喜Ribon 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 最后让我们再次恭喜 今天获胜的三支队伍 WBG FPX 朱雀和Ribon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交换给姐说席